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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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上课十周了 每一周都想破了头 我还以为你每一周都想破了头 我想为什么要破了头呢 撞墙就可以了嘛 每一周我都想破了头 都想不到要问你什么爱情问题 真的啊 那么难吗 你看网络上多少人要问我问题呢 害我得登出一个广告说 对不起啊 我不回答问题 我忙不完啊 你们这身在福中不知福啊 给你们一个问题想问问题 你们不要人家 在那个看电视的人都想问问题 人家一堆问题你还没有问题 像我这样一个没有爱情问题的人 是不是有问题 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嘛 不要越想越复杂 好像自己一定有问题 没有问题就没有问题嘛 简单讲就是这样子嘛 不要太那个 不要把问题变成压力 问题是你真的有 你希望问 或者你想不通 或者你想了 你觉得想听听看不同的意见 老师的答案也不是真理 也不是什么开示 师父的开示告诉你人生的最大道理 那有的只是老师的体会 有些是研究成果 那有一些 有一些大概也不如你自己想的 你自己要判断一下 好 月老候选人先生 难道有小姐或太太或大娘吗 好 月老候选人先生 请问如果有无法克服的障碍 括号EX 无法接受男友看A片 但男生几乎都会看 你自己都知道 我真的认识一个 不会看没看过A片的男生 如果要的话 看你们可不可以介绍 你们俩认识一下 如果你真的觉得看A片 那么不堪的话 男生觉得不能没有性 但女生不想要 男生希望女生主动一点 但女生比较害羞 哇 你真的写很多耶 到底该怎么办 沟通嘛 第一个 对不对 他看A片 你问他为什么要看A片嘛 那男生看A片有不同的理由嘛 有不同的理由 那这个 第二个 男生觉得不能没有性 那你问问他看看嘛 你告诉他 我们这个性那张也讲过 那性的意义是什么嘛 那你可以两个人 这真的可以沟通一下 女生不想要 那你不想要 他也让他知道为什么你不想要嘛 他会觉得不会啊 A片里面每个女生都想要啊 或者你们女生不想要 只是因为你们不好意思要啊 其实你们心中都很想啊 那这你就沟通一下啊 以前我们看那个小说 小说就这样写啊 特别那小说会讲说 哎呀那寡妇啊 其实都是冰山啊 不是冰山 都是火山 看起来是冰山 其实是火山 年轻的高中时候看的 这什么意思啊 你看他那样好像都不想要 其实你要真的上了他他 哇那激烈的要死啊 这到底真的还假的 小说这样写 那小说嘛 你知道吗 就跟A片一样嘛 他是有些人可能真的是这样 但是这是一般人都这样嘛 那我们看完以后也不知道啊 有没有碰到几个寡妇啊 这高中生碰到寡妇 你这不是A片的情节嘛你 我连一般女人都不知道 去了解寡妇啊 这真的是 别忘了这是小说啊 这这个都是 我们对很多人不同状况的女性 这女性不只是只有寡妇 或其他的 我们都不太了解 所以你有机会啊 如果你有机会 这个大家可以聊 可以谈一谈 如果真的不能克服 这方面的两个人的不同的意见 那你就当朋友就好了嘛 朋友不必有性的这种 争执嘛 我们今天可能会讲到 友情跟性的 跟爱情的问题 那如果他跟你说 这个美国电影有 别忘了电影是电影啊 电影的一生 或者电影的那个 只有两个半小时啊 电影最糟糕的一点 就是每次都六个月之后这样 三年后这样 那三年我们得过多久啊 他就这样 哼哼打一个字幕 就三年就过去了 所以这个有时候很狠的啦 那个如果像one day那个 他一年他只有那一天 其他三百六十四天全部过去 都不用演了 那天不重要 这对我们看电影来讲 每一天都跟那三百六十四天 一样重要啊 你还过润年的话 还多一天 只有老人家就对那天很感恩 很感恩这样啊 你们年轻人觉得多那天干什么 而且碰到那个2月29号生日的 我的上一届 就好多人2月29号生日 光社会系 我的上一届刚好只有2月29号 我就认识四个人2月29号生日 我说你们都怎么过呢 他说过农历啊 开玩笑四年过一次生日 这谁受得了啊这样 那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那种 一定有人2月29号生日嘛 你可以问问看他说怎么过生日 我相信可能都是过农历的居多 因为这种现在很重视生日的那种 我的父母亲那边没有人重视生日的 没有啊 那个吃一碗面啊加个蛋 那已经是他们的生日最好的 最丰盛的礼物 我们现在一定要什么 从小叫麦当劳叔叔要给你过 或哥哥还是阿姨或姐姐妹妹 看你怎么说 有一个我认识一个大学生 他从来没去麦当劳过过生日 他大学20岁生日呢 他的愿望就在麦当劳 跟麦当劳叔叔过生日 我说你有大叔控吗 他讲给我听 我说人家会答应吗 他老师他想法跟你一模一样 他觉得这小朋友呢 他觉得那边赖 说可是你没有规定几岁啊 结果麦当劳哥哥就帮他过生日 反正我觉得麦当劳做生意嘛 人和为贵嘛 你既然生日嘛 对不对 那就过生日 然后还送他一些礼物这样 所以我在想我可不可以将来退休的时候 也如法炮制一下 我说我不管我要过生日 我今年八十 之类的 然后麦当劳叔叔说 给我吃完我就走了这样 走的意思有双重意思 我今天没看到那个麦当劳阿公坐在那 那可以叫阿公吗 他不是平常都坐在那吗 摆一堆报纸吗 我今天十点多经过的时候 竟然是两个不同人坐在那 我想那阿公呢 我就忽然间怀念起他来了 希望他没事 真的希望他没事 每次都会经过都看到他 不管什么时候都看到他 他就这样 我有时候就把自己的脸这样贴在他上面 你知道吗 不是 我一直说Photoshop 你知道吗 脑筋回来Photoshop 我就看到我的未来这样子 我的未来一定报纸不会折那么整齐 好 所以无法克服的障碍很简单 你就不要 就离开 就不要建立这样的关系 如果这个障碍不行 还有你的心理障碍 我觉得大家都聊一聊啦 性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比较在这个时代 应该比较开放的健康的来面对 不需要像以前那样扭扭捏捏的 别别扭扭的 这我应该已经讲过不止一次这样 所以我希望如果你跟男朋友 或是跟想要的那个变成男女朋友的 在这个方面有歧见的话 好好的商量一下 这个时代是有这个机会 而且别忘了去看书 先研究一下怎么做 OK 这讲过了 哇 好 亲爱的老师 终于回归正常 我们都还记得老师说过的爱情三元素理论 我们呢 我想问在一段长时间的关系中 激情是不是通常slash总是会消失 问号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承诺和亲密 是一段长期关系中更重要的 以此为基础 那么外遇至于婚姻 似乎是难以避免的存在 好 谢谢老师 呃 你的说法正好是很多外遇人的理由 但是你不觉得矛盾吗 因为 还有承诺 如果你承诺了 人家你跟他生生世世 或者会爱他一辈子 那你怎么去跟人家搞外遇呢 那那时候就得发明另外的说法 说我只是跟他 逢场作戏 这话你也常听说嘛 对不对 那我都开玩笑说 逢场作戏你有演员证吗 你没演员证不能乱演的 你跟保龙套可以啊 逢场作戏 那你这个承诺里面包不包含逢场作戏啊 那万一你的伴侣去跟别人逢场作戏了 那你这场戏还蛮大的 所以你就只注重激情你就忘了承诺 这是我们现代人或者大部分人的感情最常见的问题 就是我只要讲激情 我要忠于我自己 我有这个需要 我看到他我跟他很喜欢 我跟他就是在性方面很合 我跟你在性方面不合 要去配合第一个问题 你不觉得这好像绝配嘛这种问题 那承诺呢 我觉得最后最后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最后最后define一个人 你是什么样的人 包括你的self definition 最重要的是那个commitment 因为这东西最难 这东西最难 这东西最难 其他的激情那东西很容易 我们谁没有激情 我们激情起来的时候 谁不就是 还需要什么借口吗 那个比较特别的人 就是他会跟我们做的不一样 他会觉得是我有这个激情 但是我不能做出 我不能变成那样的人 我不想变成那样的人 我想这是不一样的地方 我当兵的时候 我们部队是预备师 所以其实蛮凉的 在八卦山的三角下 现在的部队已经不见了 所以我们在彰化 我们有很多御官 御官在那边聊天 然后那时候泰国御进入台湾 彰化跟台中很近 有一天我们的所有的御官呢 集体不见 除了要看守的外 集体不见 奇怪跑哪去了呢 我跟那个李医官 李医官也是台大的 奇怪 然后还有一些留守的 奇怪 这其他人跑哪去了 一天晚上大家都会聊聊天 或者绑个背章说是纠察 然后就出去到夜市去玩 因为外面没有别人 只有我们两个纠察 各位知道吗 这就是 我们去看看外面有兵 外面哪有兵的都在里面 只有我们两个军官在外面 然后可以出去晃一晃这样 反正那时候没什么事 嗨 第二天回来了 就有一个人就说 你知道我们昨天到哪去 到哪去 我们集体到台中去洗泰国浴 我说 蛤 不是到泰国啊 就故意开个玩笑 这玩笑很冷对不对 我说那为什么没叫我跟李医官呢 他说开玩笑 你们是台大的 我们总得保留一些清纯的种子吧 什么话呢 我就觉得被排挤你知道吗 也不知道这该是算幸运还是不幸了 因为跟我讲的那个御官呢 也觉得把这整个过程描述的淋漓尽致 minute by minute 所以怎么洗泰国浴 泰国浴怎么一回事 我基本上是靠着耳闻就听到了 你知道吗 我的耳朵就洗一趟泰国浴这样 所以我自己是完全没洗过 因为人家觉得我们是清纯种子 不能把我们这些人给污染了这样 然后后来我快退伍之前 因为来接我的已经来了 我就搬到医务室去住 医务室是没有秘密的地方 然后我就睡在那个 就是那甲板阁的后面 天哪 一堆兵得性病 你去哪里了 我们长官呆我们到哪里去 彰化哪里去 讲的那样 我在后面睡午觉啊 那哪睡得着啊 听这个 哪有比这更精彩的啊 那我晚上说那还有谁啊 那个哪一年那谁也去这样 把他叫啊 你看 你得菜花 我本来想摊出头去看一下 菜花长什么样 那时候没有这种YouTube这样 没有这种Wikipedia 没有这种图片 你可以知道菜花长什么样 你怎么想象菜花长什么样 所以还是有些人 还是有些人会被排挤的 讲这故事 告诉你第一个这个 第二个就是 你到底要不要做这种事啊 有的时候呢 我们很容易就说是情境的问题 我当兵嘛 大家当兵都嘛这样 然后我们就做了一些 可能我们在其他场合不会做的事情 这有的时候是群体压力 有的时候是自己半退半救 commitment 或你自己对自己 你自己要当成什么样的人 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 从高中以后没有人在叫你们写我的志愿这样 我觉得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三军可夺帅 匹夫不可夺志 我觉得你们的志 在我们的这教育体系下 大学高中生大学生的志 大概在你念高中国中高中以后 就完全被剥夺了 因为大家不要你有志 大家只要你考上大学 然后大家只要你找到职业 好像这就是你的志 其实我们都被夺了志 我觉得这是我很深的感慨 这个志呢 也跟commitment某种程度是一样的 你到底要做什么样的人 以前有一个女生念法律系 法律系在我们台湾是不得了的系 也算是第一志愿 也算第一类组的 以前我呢是没人念的时代 那她念法律系她就来找我 她说老师我念法律系 很好啊 她会很困扰 她说我对法律一点兴趣都没有这样 我说每一年都会碰到一两个 对法律系一点兴趣都没有人 她才会来找我这样 她说老师你知不知道我想做什么 我说你想做什么 她说我对美法很有兴趣 她做美法 我说很好啊 她说你是唯一一个说好的人 我都不敢跟我爸妈说 我爸妈就我念法律系 我之前想做美法我根本就是 倒是堕落成什么样子这样 然后她自己呢就瞒着她家人 去美容院打工 然后去外面去学这样 然后那天刚好要参加美法比赛之前 然后刚好就有一个学生走进来 女生我说那你要不要当她的模特 她就当她模特去参加美法比赛 好高兴我帮她介绍到一个人 我也好高兴就讲美和的两个人 她后来有没有得奖我不记得 反正就是这样 这就是她的智啊 她当美法的设计师啊 家人反对啊 觉得念法律系的你是怎样的呢 念不下去了还什么吗 她不是念不下去 她就是存在没有兴趣 她考得上怎么会念不下去呢 没有兴趣啊 那我们这社会里面好像很难去尊重这种 志向跟传统价值不太一样的人 很可惜 那这第一志愿的人还有志啊 其他志愿的人有没有志呢 你的志向的志呢 你不能像我一样满脸的志啊 连胡子遮起来都还有其他地方都有志啊 有一天有个人开玩笑说 我觉得你死后可以把脸皮卷出来 我说为什么 她说你就可以把那脸皮摆在夜市啊 就是一张那种面向的那个图这样 有那么多吗 真是 这个太夸张了 尤其我耳朵背后面有志 这个 哇有一个人就仔细把我算 我想吃四颗志 然后我妈就说 我以前看你小时候没志啊 这志呢还有一个神秘故事 很早以前 大概十几二十年前 学生我跟学生很熟 有学生要考研究所 要考研究所 然后要考不是本科系的研究所 就非常的紧张 跑过来 问我说孙老师该怎么办 要考研究所 我说你放心 我保佑你一定考过 他说孙老师你谁啊 你可以保佑我 我说神明降世 你看不出来吗 那时候没有要竞选月老 那时候要竞选文昌帝君 台湾搞这个考试是文昌帝君 等一下再讲另外一个故事 他说老师你真的假的 你可以保佑我 我说你还不相信吗 我说你就做好哈 心承哲铃 你要念文昌帝君的法号 你就文昌帝君 然后我就手这样 我说来保佑你们俩要考上 这样 这两个竟然都考上了 然后就到处跟人家说 孙老师是文昌帝君驾凡 所以他可以保佑你考上 研究所考试 然后就有人来问我 说老师真的吗 我说怎么可能是真的呢 我就是心理作用吗 你知道吗 他心理很紧张 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安定他 那我就安定他吗 用我的名字他不相信吗 我就用文昌帝君吗 我就把这个秘密 底牌给掀了这样 他老师听说你手上 有文昌帝君的那种字 就是表示我是文昌帝君的意思 你知道吗 我说你要看吗 给你看 但是看完以后你要小心 那后果我不敢保证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因为你们叫我保佑 我就让你看 这很严重我就故意吓唬他 那些人说没关系我不考试 就一看 真的我有北斗七星之在我手上 真的你下课可以来看 不过看了什么后果 你自己负责 那看完以后 老师你真的有 我说这时候不该叫老师 这时候要叫文昌帝君 所以我搞不好 文昌帝君 月老还是应征不上 可能还是回本位去做文昌帝君这样 在龙山寺就在隔壁不远的地方 各位注意一下 我没有讲过那个捷克学者来 那个讲过 那就不用讲 好 所以这是文昌帝君的故事 好来 这个今天的这个开场白都讲完了 要有志同学 立志 不要以为现在大学生就不需要立志 你这一生想干什么 你希望别人将来讲到你的时候 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这件事情很重要 因为你还没有找到职业嘛 你希望在你将来的职业上面 你希望被怎么样的诉说称颂 像老师要去当这个竞争月老的位置 这是我未来的志 不是我脸上的志 这是未来的志 各位希望你除脸上之外有未来的志 好嘞 那我们就回到上礼拜没有讲完的地方 在134页左右 讲到友情类型 那这个是一个大的研究 所以他会研究美国的情况 所以友情呢跟族群有关系 年长的 以及官寡的官是指官夫 是指死了太太的人 寡是寡妇 这个死了先生的人 官寡的美国黑人 比起其他婚姻状况 更常和朋友来往 所以年长的人跟官寡的美国黑人 这两个是在研究里面是比较突出的 那跨族群的朋友关系 可以改变一个人对族群的态度 这也为什么鼓励族群通婚 族群交朋友 这个都是美国的情况 美国在1960年代 都还有族群的隔阂 上次讲过 如果连坐巴士 美国黑人都不能坐在前面 都要坐在后段 那坐在前面就会被白人喝斥 厕所都不是一样的 你看那个电影的helper 就有这样的描述 你很难想象的 很难想象的 各位越南想象就表示 你这个时代比以前进步非常非常的多 非常的多 那还有呢 新移民的交友圈 可以看它融入社会的程度 大部分的移民 特别我自己有经验的 像华人的移民 在美国 基本上的交友圈都还是华人居多 在办公单位 你在念书的时候 还可以交一点朋友 在美国你要念研究所 要交朋友不太容易 因为大家上课来下课走 然后生活方式不太一样 我念书的80年代大家都很忙 也没有同学说约了去酒吧 那像电影里面演那样 我从来没碰过 我们学校附近好像也没有酒吧 所以大家呢就来上课 上完课就赶快回家做功课 或者去赚钱去 美国学生念书也很苦 那我们念书也很苦 要不然要有奖学金 要不然家里支持 那念社会学 我看全台湾那个时候 只有我爸爸支持我 你要念工费 也没人给你出钱啊 环境没有比那时候再恶劣的啊 那我的父亲就相信教育可以脱贫 教育可以改变一切 所以他花了很多钱 让我去美国念书 然后念完了回来能干什么 那时候也不知道 然后能变成今天这样 完全不是当初想象的到 所以我们家的特性就是 反正你喜欢做什么你就去做 有钱就让你做这个 绝不对不累积什么财富 也不会去乱投资什么 那觉得投资在小孩身上是最 最有价值的投资 我的亲戚呢 有些人就完全不是这样想 非常有钱 比我们家还有钱 就是希望小孩不要去念书 啊最好去做生意 然后呢 有的呢就是说 好你最好移民 台湾经济情 台湾的政治经济情况都不稳定 最好移民 那有人也移民了 这我都看到台湾很多 我们家族基本上就是台湾社会的缩影这样的 我常从这里看到很多的事情 所以呢那些人移民呢有去当地交朋友吗 没有 我认识的当初在美国认识的一些人 也是华人居多 那后来留在美国的 包括亲戚啊什么 有跟别人交朋友吗 没有 那办公单位呢就是办公的同事 也不是朋友 圣诞节你也不会到别人家 别人也不会到你家 说的别人就是非华人 那跟大陆的人呢 有的也不会交朋友 台湾的人啊 尤其早先去的 不会交朋友 觉得生活习惯什么都不太一样 如果有人还在政治上面有比较强烈的意见 那就更不可能交朋友 交恶 有可能交朋友不可能 所以新移民交恶圈啊 还有主流社会的人 你现在不要讲别的 我们身边有多少人有多少人 泰国籍朋友 如果你家里有什么印尼用人 你有多少印尼朋友 理论上你应该有啊 大家都没有 因为我们这些主人们 不会跟用人们交朋友的啊 你不要去看那种 好像什么中古的电影啊 专制王朝电影才发现阶级的问题 我们其实在台湾也是这样啊 我们还不讲这个 我们对于那种外国籍的劳工 我们对待什么态度 我们也不交朋友啊 就是隔离的关系啊 他来他赚我们的钱 然后礼拜天 然后礼拜六在车站附近 我们就讨厌 那么都席地而坐 讨厌 你看车站为什么不坐 不设座位 台北车站那么大一个空 就空在那儿 就怕有座位了 那些全部那些人就坐在那儿了 然后后来那些人席地而坐啊 那还有一些年轻人席地而坐啊 然后是柔性劝导 那你让他去哪里呢 他对你 他对你的台湾的社会有那么大的贡献 很多事情他不愿意做 你不能开放一些公园 到礼拜六 礼拜天就是外籍劳工天堂 你就让他去啊尊重他们啊 他帮台湾社会那么多 你为什么不能尊重他们呢 你不要让他在车站啊 你让他在公园啊 在中正健健堂啊 在这个那么多 大安森林公园 每个礼拜帮他办活动啊 你就显示尊重他 他也会觉得你这个社会是可爱温暖的 不然的话 人家觉得你们就抠扣人家的钱嘛 顾人家帮佣 叫人家煮菜 买菜煮饭 什么就让人家做 你就是 你不会想嘛 你不会花脑筋真正的把平等地对待人家嘛 这也要平等对待共同奋斗啊 你如果真的能这样 再来台湾帮佣的泰国人的东南亚的人 回去就说中国人 台湾人好啊 台湾人真的把我们当人看啊 那将来有些人回去这一讲 要邦交建立 要什么做生意 这都很方便的事情 现在呢回去台湾人很抠啊 台湾人算这个算那个啊 台湾人不给人家 不尊重人家宗教啊 这哪这哪 那你越多人跟你接触 不是你的得到的印象越差嘛 交换学生也是一样 交换学生来 如果我们台湾的老师 使学生交流多一点 他的认识就更多 如果不是就放牛吃草 那交换学生能学到就是看他自己啊 那你交换交换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种都是看你要怎么做 我觉得你真的要好好地做啊 那就应该多一点的让他他的来的时间很短 多一点让他了解啊 这地方的人啊 因为这些都是将来改变啊 这不同社会的很重要的力量 不然交换干什么呢 像我知道有些高中生啊 这个从欧洲来东欧来啊 这个交换都是很特别的啊 从高中生开始认识起啊 好那新进的移民跟做族群生意的朋友 跟做族群生意的人的朋友啊 比欧洲裔的朋友要少 这是加拿大的研究成果啊 加拿大也是 可是加拿大一般来讲太冷 只是加拿大移民方便 在某一年的时候 尤其香港九七之前 很多有钱人都移民到这个加拿大 然后一个非常有名的拍电影 非常有名的一个人 去被加拿大政府拒绝发语移民签证 说他有黑道的这个关联这样啊 哇那时候消息灯很大这样啊 很多人还问我说老师这是不是真的 老师那么有学问吗 到他是不是黑道我都知道 那也太神了嘛 老师根本就不知道这事儿 但是人家不发给他签证 也有他的理由 不然的话其他的跟他一样 大牌或比他小牌的人都拿到的 那个移民签证 为什么他拿不到 这里面一定有他奇特的地方 除非你假定加拿大政府脑筋出了问题 你如果不假定出问题 这里面一定有个理由 是不是那个他是黑道这个理由不知道 但一定有一个理由 好 另外呢社会经济地位啦 从这里来看 中产阶级比起劳工阶级 会觉得朋友很重要 劳工阶级的人有时候为了三餐 可能交朋友机会不多 而且他地位低 大家都为了抢那个工作机会 很难交朋友 中产阶级呢相对而言是比较容易 可以从中产阶级家的相簿 看出家人跟朋友的照片比劳工阶级多 看相簿这点也是很有趣的 这个是美国人很喜欢的一种活动 所以呢Facebook一开始就有相簿 我们这代人不太看相簿的 所以Facebook不是我们的习惯 是你们这代人的习惯 然后再加上现在手机都能照相 那已经方便到不行 我们以前要有一台相机 那是非常困难的事情 班上只有那个有钱人家同学 会有一台相机 班上活动就找他 然后他就照一堆相 然后到时候你去登记 我们以前是这样搞的 然后特别呢 到了这个有相机的男同学 特别容易受到女同学的青睐 我们班有一个同学啊 男同学啊 他在毕业前呢 几乎所有女生都跟他约过会 在校园里面照相 然后都带两三套服装 那时候没有沙龙照啊 我那同学真的当初应该去拍 去开沙龙公司的这样 连我太太都跟他照过相 都被他照过相 后来我们交往的时候 他就送了一张照片给我 我在当兵的时候 就每天摆在胸口这样 觉得这样增加活下去的勇气 这样 哎呀你真的不了解 但你没当过兵 你真不了解 活下去需要勇气啊 每天度日如年啊 哎呀 这个那个 有一次我指定全做作业 得到的那个报应的答案 所以如果你只有三个月可以活 你要干什么 他老师我来听你的课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的课让我觉得度日如年 真的有那么差吧 他后来看我那么难过 说老师老师 这开玩笑 因为那梗在那里 那只有你开得起玩笑 所以只好把这个玩笑开在你身上 他说老师其实你的课 让我觉得很好 救不了了同学 已经度日如年了 真是 把他这样吓到 有时候啊 你要挽救回来就把他吓到 他就觉得 怎么可以跟老师开这个玩笑呢 好所以相簿啊 所以你们现在到哪里 对不对 吃饭就是一定开饭前 一定要先照相 对不对 然后加上那个手机 你们都这样照相 那手长的人就方便很多 短手的人 你像哈比人怎么照相 都为什么都照不到全身呢 这样哈比人的相片 对不起 这是我最新发明的笑话 请大家多多指教 最近还演一个电影叫哈比人嘛 我觉得那个电影呢 就是那个电影的电影院的门 要弄得很低 每个人都很像 那样进去这样 你才了解哈比人的那种饰演 你知道吗 然后每个人看电影的时候 那个荧幕呢 要变得很扁这样 我就像看电影 才有哈比人的feel 你知道吗 当然话哈比人是什么 对不对 哈比人就是那样子人 那中产阶级呢 重视朋友之间 共享的活动跟朋友圈 劳工阶级 比较重视物质跟劳务的互惠 美国人很喜欢BBQ 什么都BBQ 所以呢BBQ就是他们活动的一个方式 那台湾呢 大概多多少少学到 但是只有在中秋节 这是以前没有的事情 我年轻的时候绝对没有的事情 烤肉BBQ 不然你还参加什么活动呢 现在这种天气大概就吃火锅 对不对 那现在又发明个人火锅 以前是大家唯一个圆桌 有那种在一起团圆的感觉 现在吃个人锅 那真的非常美国式 像个酒吧 然后我们家那边有一家什么十二锅 长长的一排 然后就大家都坐在那边 然后常常是一群人去 不是单个人去的 不是那种单身火锅店 然后每次都是朋友火锅 那朋友的话这样做四个人 讲话怎么讲呢 干脆传简讯好了我看 我们四个人随便坐什么位置 有一个很有名的日本的那种 那种午餐店 在中山北路那边 有一次人家带我去吃 他说老师我们四个人打散的吃 打散的马上就有位置 要四个人找一张桌子 非常难找 所以我们就打散 就说你们几个人 我们四个人但是可以不要坐在一起这样 然后马上就有位置 然后我们就去跟人家拼桌 我们四个人到处跟人家拼桌 反正就很快的 很快的就把饭吃完 吃完再回来 大家再坐在一起 然后到外面 找一个咖啡店坐在一起 然后讨论刚刚那顿饭怎么样 到那边去的人 很少人在那边慢慢吃的 大家都赶快吃完 然后就赶快 那个完全不需要 那个waiter跟你们说 我们这里是每个人用餐 一个半小时 我们会特别提醒你 从什么时候开始算 刚刚已经过了二十分钟 那想一巴掌巴过去 讲那么礼貌 从预约时间开始算 我们人还没到齐呢 我是来占位置的 哎呀 我们会体调你的情况 讲的真的是 真的是 你不知道这火锅吗 铺上去 铺上去脸会毁容的呢 那他想你敢铺我 还是我要铺你啊 谁会被毁容呢 哎 还弄咖啡厅现在也是 我叫过度服务咖啡厅 就来了 然后就说 先请你闻一下那咖啡 你要这样 没没惊论这样 你干什么呢你 怎么要这样子闻的吗 要这样 这是正着 然后呢他就要说 我现在帮你去研磨 然后就帮你研磨 研磨完了呢 然后就在你前面这样 然后这样 看你头昏你知道吗 然后非常贵 所以我们这是什么阿拉比卡 从哪里来的 从哪里来的 你还没吃过那个 经过人家什么色香吃过 然后再拉出来的那种豆子 我有认识的人去吃 四个人喝一杯 因为那一杯八百多块 四个人每个人喝一口 就是哇美味 那当然美味了 OK 从哪里怎么制造的你知道吗 阿拉比卡什么之类 好中产阶级的朋友圈 比劳工阶级要广大 比较常跟朋友互动 比较会让配偶参加朋友圈 然后以及认识朋友时间会比较短 那失业的人 比较有时间常跟朋友联络 可是呢失业的人 在以前1930年代 就有社会学家 欧洲的社会学家做研究 他发现失业的人 其实不止失掉了职业 还失掉了时间感 因为我们的日常生活的时间 是靠你的作息来确定 比如你早上上课 你知道上完课大概就中午了 一旦你没工作以后 那个时间有多长 你搞不清楚 尤其长期没工作以后 你有个类似的经验 就是你出外旅游 你出外旅游要超过了几天以后 你就不知道搞不清楚 现在是礼拜几 因为你的作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就不太能够 从日常生活作息来确认 你现在是礼拜几 是几号 尤其你在外旅游 时间长超过了 像我以前去国外住 通常都是两个月左右 我常申请这种两个月的计划 有一段时间完全不知道 精细何系这样 完全不知道 你看表也没用 完全不知道 那另外有生命历程了 就单身跟约会的人 会比已婚或有小孩的人 或是单亲或是空巢的人 要比朋友更多的来往 单身的人通常跟单身的人来往 有小孩的通常跟有小孩的来往 因为生活的经验比较相似 如果没有的话 你单身的人跟结婚的人来往 话题常常答不上 单身的人跟有小孩来往更答不上 他把小孩带来 你怎么办呢 跟小孩说话还是跟大人说话 然后大人常常要看真的小孩 那你谁跟谁说话呢 所以这个有时候你要碰到 朋友里面有人结婚了 有小孩了 你就知道这种要交往的时候 要大家见面的时候一个难题 通常那个有小孩的人 会很视像的说 我先找我婆婆帮我看 或我先生帮我看 然后我们可以下去吃下午茶 少数他找不到 他只好说 不知道 我可不可以带我的小孩来这样 有的人要来看我啊 像毕业多年的同学跟我关系以前不错的 要来看我 说老师我可不可以带我的小孩来看你 我说好吧带来吧 就带来了 带来以后呢 有的小孩好乖 有的小孩啊 真的是等他走了 我好多东西找不到 我以前有人家送我一排的那个小丸子这样 听说还有个隐藏版 有一个小孩来了以后 我的小丸子丢了好多件好多只 跑哪去我都不知道 反正我后来就把他排排挤一挤 看起来又像是一家人 可是好像不是 好像少了几支 掉哪我也搞不清楚 好 那另外朋友的网络会随着单身约会 为人父母空巢这种发展 这叫生命历程 然后会减少 网络会减少 然后夫妻呢 或伴侣的共同朋友数目跟互动 会随着生命历程增加 慢慢的你会小孩子的同学 尤其是如果妈妈花时间比较多 在幼稚园或在学校 他们都不会讲这个妈妈的名字 都说谁的妈妈这样 这是中心的妈妈 然后那是谁的妈妈 谁的妈妈 所以你们女生呢 到了那个阶段都变成谁谁谁的妈妈 你姓什么你叫什么都完全不重要 当然更糟糕的说那是她的阿姨 什么样的阿姨那尴尬的嘛 对不对 这样妈妈还是比较好的 所以那些妈妈们呢 常常就会失去了她的主体性 因为你的认同 你的身份是靠着你的小孩来界定 万一你小孩功课很好 那你还是很有面子 万一小孩子搬上捣蛋鬼 那你真的觉得当初早知道就退货了 不要生他了 会有这种尴尬 好 夫妻或伴侣的共同数目 互动随着生命增加 对刚刚讲了 空巢期以后呢 女性朋友的网络通常会增加 男生交易网络会减少这样 那这个是常见的现象 所以老先生很多 老先生没有朋友 老太太朋友比较多 因为老太太会跟人家聊天 跟买菜的跟什么的啊 会聊天 老太太比较没有这个架子 男人呢通常在工作的时候呢 都已经是 譬如说他是什么主任啊 是什么是人家对他 他很少对别人 那男人比较习惯于这种有层级的关系 上下的关系 你像那个当官的人 一辈子啦 像连战啦 你大概都要叫他连副总统吧 所以他已经不是副总统了 你还得这样叫他 你不能叫连先生 听起来怪怪的 人家是有职位的人 那有些职位是一辈子的 那是那个内行行规 大使是一辈子的 而大使变成他的名字的一部分 ambassador 谁谁谁 所以作为是大使 他终身是大使 另外呢 captain也是一辈子的 船长 captain是一辈子的 你就不开船了 你还是captain 那个大家都要这样叫 那很多东西其实不是一辈子 比如行政院长也不是一辈子 总统也不是一辈子嘛 对不对 所以呢媒体上有时候礼貌嘛 陈前总统 李前总统 那马英九现在是马总统 将来就是马前总统嘛 对不对 那可能还有一个马后总统 那马前有一个马后 有马左边有一个 马右边有一个 这当然有时候就很尴尬了 这个姓傅的当总统就很尴尬 对不对 各位应该知道 他是副总统 可是那他郑总统 郑总统其实是副总统 副总统其实是郑总统 姓傅的当这种官员都有这种困扰啊 像我们现在社工系主任姓郑 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 他是郑主任 所以他真的是郑主任 另外他是副主任 他也是郑主任 懂啊 这个中国姓的一个 有时候好笑的地方这样 这已经很老的笑话了 很老的笑话 我们以前的时代 反正在台湾姓毛都不能当主席 就这么简单 反正怎么叫他呢 毛主席 毛主席在台湾 杀头了呢 毛主席当主席 不能当主席 好 性取向呢 sexual orientation 性取向的少数族群 讲得非常含蓄 对不对 性取向的少数族群 比如说同性恋啦 这个双性恋啦 这比较少的 会比一般人重视友情 因为呢很难从家庭成员得到支持啊 家里怎么会支持他呢 那大部分同性恋的人 一双性恋还好 因为双性恋不必告诉人家 人家就问你说你是不是同性恋 你只要不要说出什么 你说我当然不是同性恋 那人家就不会问你说 那你是不是异性恋 对不对 你问了就可以说是啊 反正就把双性恋最好 因为什么答案他都对 他都可以不要回答 懂吗 你同性恋的话你就很惨啊 万一你又很正直 人家问说你是不是同性恋 你顶着说关你屁事对不对 你不能说我不是 你明明就是啊 你为什么你不是呢 就像电影明星有时候 会被人家怀疑性取向的时候 他就不回答嘛 他就不回答 那通常从事后来看大概都是吧 如果回答的人 说不是的人都不一定不是 更何况不回答的人大家都是 可是你为什么要因为人家的性取向来歧视人家 这我个人到现在为止觉得大获不解之事 好性取向早前会比一般重视有情 所以呢他们倾向帮朋友当家人 而且宣称这是另外一个形式的家庭 现在是这样子的 我年轻的时候学这个社会学 课本呢不太讲同性恋的问题 等到后来讲同性恋 变成叫做alternative lifestyle 在社会学课本里面 要另外一种生活形式 生活风格 那他自己选的 那不是什么生理上的问题 绝对不是生病上生病的问题 这个他的选择 可是现在又有人说 到底同性恋他算选择还是天生的 这反正扯不清 那我觉得到目前为止也不重要 上次有一个同学写一个email给我 不表示这堂课还是另外一堂课 他说其实有研究证明 同性恋是有基因的问题 我说同学你的研究最好查一下 我说我不是这方面专家 但是以前我们念的时候是说到那时候为止 没有找到所谓的同性恋基因 但是科学进步很快 所以我说你假如能够有确定的消息 确定的资料文献来 你告诉我 我将来也许可以跟同学讲一下 不然的话不要借着科学之名 行你的偏见之实 这个我们当老师有时候都很容易 更何况你们学生 这我们大家都要注意 都要注意 另外性取向少数族群的友情网络 具有高度的同职性 男同志有很多男同志朋友 女同志有很多女同志朋友 不过这些都是那些 愿意出柜的同志的做法 其他比较不愿意出柜的同志 会避免跟出柜的同志来往 以免被强迫出柜 这是本课程里面少数谈到同志的研究 同志的研究很多 有专门的期刊或书籍 但是因为我接触的比较少 这种研究 所以我还是要强调一下 那接下来男女同志对朋友圈 往往高比例的前任的情人 因为同志圈愿意出柜的人 就是那些人 相对于异性恋的圈子 是比较广泛的 所以会有这种常常有X的情况 最后一个 女同志对于朋友之间的冲突 会有比较强烈的情绪反应 这个常常被电影夸大了这个部分 所以那种情杀啦 那种嫉妒啦 通常在都认为这个是女性的一种特质 其实不是 但是因为电影就这样演 你就会觉得好像就是这样 不要忘掉电影啊 这通俗文化都有夸大效果 都有夸大效果 这跟限制社会是有一段距离的 这我希望最后有机会谈到 你包括像现在的最近的电影 当然是现代人演的古代片叫《画皮》 《画皮》也是类似这种 两个女同性恋怎么样怎么样的 然后这种故事呢 因为太典型了 所以一旦新闻上面有这样的例子 你也会记得很清楚 你看两个女同性恋在那边 又出了什么命案啦 或什么什么追凶杀啦 什么之类的 那其他的事情发生呢 你就比较不会去注意这样的事情 报道上面也不会 像最近你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 一个年轻家 一个年轻人杀了一个小孩 说他希望坐牢 然后他认为 杀一两个人不会判死刑 这给那些主张反对死刑的人 就当面打了这些人一巴掌这样 他们认为不会有人这样做的 那怎么会有人 因为杀一两个人不犯死刑 他就去杀人呢 现在这个人就这样做 那不是说反对死刑一定错 我只是说 现在你赞成死刑跟反对死刑都有盲点 都有他说得过去的地方 如果任何一方占据了真理 那这个还有什么好讨论的呢 人事的问题最麻烦就是 常常这边人也有理 那边也有理 你看你要相信什么 如果一个人掌握了所有的真理 那个宗教里面才有 社会事件常常没有 所以有些人非常的笃定的站在一边 坚持自己是对的 我常常因为思想实验的理由 我常常想出一个 完全可以跟你不一样的想法 不过这是我个人的 就是你们要怎么做 那是你们的事情 好那就先讲到这里 下一堂课我们再继续说 爱情跟人际关系 特别是亲子关系 还有朋友的关系这样 那我们刚刚讲完的那个 那个接下来是爱情跟人际关系 这是很多人讨论的 或很多人怀疑的 就是我到底友情跟爱情怎么区分 我跟我的朋友到底什么时候是恋人 什么时候是朋友 那我们可以这样区分 第一个情人的来源 你的情人到底是不是出自你的朋友圈 那有的时候是出自原本的朋友圈 这个字写错了 第一个堂的字写错了 第二个呢是来自朋友 原来的人际关系网络之外 那这个情况就 就有社会学另外的研究 跟这个无关的是找工作的 他认为美国人研究的 跟中国人研究后来不太一样 美国人研究呢在1970年代 发现找工作呢 透过他所谓的弱联系 weak ties weak ties 透过弱联系呢 比较容易找到工作 因为呢你跟你平常很熟的人 大家的资讯来源 网络都差不多 所以有没有工作都很清楚 但是呢 透过那种比较少跟你联络的 这种网络关系 包括你的亲朋好友 比较少联络的 他可能知道一些资讯 是你这个身边比较熟的朋友 所不知道 那透过这样的关系呢 就很容易找到别人不知道的资讯 你就容易透过这样的 这个关系找到工作 所以这个呢 当初这个美国这个社会学家 发现这个的时候 他就写了一篇文章 名字听起来像是矛盾的 叫做弱联系的强度 那这篇文章一直非常有名 也变成受学的一个经典文章 那后来呢 中国大陆一个学者 在90年代 研究中国大陆的人找工作 就发现不是这样的 中国人还是强联系很重要 就是一般人的那种 像顺口溜的说法 有关系就没关系 没关系就有关系 你如果呢 这关系当然英文翻译 connection 或者这个怎么样 就是你如果认识人 你要找工作是比较容易的 你不认识人 要找工作就比较困难的 那你要透过你的人际关系 找工作是比较容易的 所以在这个华人圈里面 有些地方也发现 经验上也发现 有类似的现象 就是你的工作呢 透过报纸 网络什么这种去找呢 常常不如透过你的亲朋好友的介绍 比较容易找到 但这是找到工作 另外一个比较少人提的 就是你怎么样的去 稳住这个工作 keep the job 这几天我还听到一个故事 说有一个人的小孩了 从哪一国回来 没工作 结果呢就透过一个关系 找到一个工作 结果呢做了一个月就不做了 那这介绍你去工作了也很尴尬嘛 对不对 怎么就做了一个月 所以这个大家都尴尬 那尴尬结果就以后 你可能要再找这样的人介绍工作 他可能就不会 有的时候呢我也会听到我的朋友 做生意的朋友 会抱怨 说哎呀你在台大教书 有没有比较好的学生 你可以推荐给我啊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这样 我说我真的很抱歉 万一要推荐你不喜欢 或者你呢 我的学生不喜欢你的工作 我不是两面不讨好吗 我也没拿中介费 对不对 就算我没拿中介费 我拿中介费 你不讨好那关我什么事啊 我没拿中介费 到时候那个学生怪我 说老师都介绍我这种工作 怎么朝九晚二十这样子 那就做到死这样 然后你就嫌作 哎这个人真不耐操 台大学原来这样 那我在中间干嘛呢 拿了钱还好 拿了钱反正脸皮厚一点 我再给你介绍一个 对不对 你再抽一份钱 没拿钱做这样的事情 有时候真的是 所以这是找工作 或者keep the job 或者怎么样保持工作 那人际关系里面呢 情人里面 若联系跟强联系有没有关系 这是没有人研究的 我只提醒你注意一下 因为在找朋友方面也是一样 常常呢 有人会问我说 哎呀你教那么多学生 平常你跟学生很熟 有没有适合 我们家谁谁谁的朋友 我有一个亲戚更厉害 怕我把他信删掉 他把竹子写满满的 你知道我的朋友里面 很多人写信写竹子不写内容的 只写在竹子栏 这个我我 我后来说奇怪的没有内容 我只习惯看内容 打开内容 没有 然后只有竹子很长 你又不是什么卖家广告对不对 下沙百分之三十那还可以 有一天我就发现 我的一个亲戚写信给我 就在竹子 就说小女谁谁谁 年多少岁 现在在哪一个地方工作 如有合适的男性 请加以介绍 谢谢 连谢谢两个字都写来竹子来 你看多礼貌 那竹子来就好长这样子 后来当然也没找到 不过他最近要结婚了 显然自己找到 或透过别的关系找到这样 常常有些妈妈爸爸 特别妈妈都比较紧张 爸爸好像都比较放松这样 妈妈就说 哎呀我们家谁谁特别男生 我们家谁谁都没女朋友这样 尤其是接近三十 以前有个日记叫三十拉警报 中国大会叫奔三 我觉得奔那种感觉很好这样 美国日本人有一阵子 有一个日本研究日本的 美国学者写 从Christmas cake 到New Year's Eve cake 什么意思呢 Christmas cake 就是在圣诞节前夕 就圣诞夜的时候要吃的蛋糕 那圣诞夜是哪一天呢 二十四 所以以前日本女人呢 二十四岁以前是很值钱的 二十四岁以后呢 就没人要了 他说呢 他研究的时候呢 这二十四岁变成了三十一岁 三十一岁以前呢 是没有关系 没有人担心太多结婚的问题 三十一岁以后就麻烦了 所以就像二十四圣诞夜的蛋糕 圣诞夜的蛋糕呢 二十四二十四号以后 你就廉价卖了嘛 谁还吃啊 二十四圣诞夜蛋糕 圣诞夜蛋糕最贵的时候 大概在前面都要用订的 对不对 到了那个就没有 那一样 所谓的New Year's Eve 新年的除夕 就是十二月三十一号蛋糕 那比较贵 那你过了那天 也没人再吃那种蛋糕 你的蛋糕就不能挂这个牌子 你的蛋糕得用别的方式来卖 就是啊 新年蛋糕 新年蛋糕 元旦第二天的蛋糕 元旦第三天的蛋糕 本年第四天的蛋糕 看你怎么掰 以前我在美国 在Berkeley 这个进修一年的时候 好喜欢吃面包 那附近有个面包店 那个面包店 有一栏的面包 我快发现三点多去以后 有一栏面包特别便宜 叫One Day Old 那面包One Day Old 然后就便宜到一半以上 那One Day Old 不能吃吗 能吃啊 就赶快吃啊 他那个特别是那些在Berkeley 很重视养生啊 很早就有机食物 就在Berkeley那边出现 然后就买那One Day Old 的面包啊 回家吃得高兴得要吃 又便宜又好吃 买了马上吃啊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就像这样到快到期的货 都比较便宜一样嘛 对不对 你就不要储存太久嘛 啊 你什么时代 你要把事情存那么久啊 这是有点那个 好 这是这个介绍朋友的情况啊 那以前我最近我也担任过介绍人 上次我好像也说过这故事 那后来有人就希望我再帮人家介绍啊 真的是不太容易 我在电视上看到 升龙学院有一个教授 听说介绍了很多队的学生跟朋友啊 成功率非常的高啊 我非常羡慕啊 我相信将来我的月劳竞争候选人 我大概是从 如果这指标只有一个 就是你介绍成功了多少队 那我大概需要努力空间非常多啊 到目前为止好像介绍成功只有两队还是三队这样 啊 真正跟我有关啊 其他的都是 只是致辞而已 那不算啊 那跟那个老师比起来我差太远啊 不过没关系 我还有文昌帝君可以做啊 啊 反正有plan b懂吗 什么事情都要准备好plan b啊 好 第二个呢是与情侣跟人际关系的关系啊 就人际关系的扩大还是缩小 你有了情侣以后呢 啊 就见色忘有了 就不跟大家来往了 你们就变成两人世界了呢 还是呢 你会让他参与你的朋友圈 你也会去参与他的朋友圈 如果是这样 那就扩大了 原来你只有自己的朋友圈 现在你有两个朋友圈啊 那样的话你跑塌就很累啊 除非这两圈的人可以在一起 不然他跑塌很累 啊 还有这个人际关系的这个网络对于你的朋友的态度 有些人啊很重视朋友 会先跟朋友讲 爱情还没开始 他就已经先讲了 哎呀我最近真的是一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那有人可能就说 哎呀你去追啊啊 你跟他在一起嘛 有人可能说 我觉得不好啊 听起来不妙哦 反正朋友里面会有不同的意见这样啊 然后到时候你跟那个朋友在一起了以后呢 一样啊 你的朋友里面有人会喜欢你的朋友啊 觉得哎呀不错啊 你找的这个人不错 那有人会讨厌这个朋友啊 会觉得你怎么会跟这种人在一起呢 你不觉得他都要控制你吗 你不觉得他很骄吗 你怎么跟这种人在一起呢 孙老师说要平等对待共同奋斗啊 你怎么跟这种人在一起呢 你好像就是当执事啊 或者当女仆啊 会反过来 这个有的时候呢 有些人就经不起这样的考验 我很喜欢的工作之一 就是狡我身边的狡懂吗 这台语啊 狡我身边的那个情侣这样啊 常常去挑拨离间啊 然后看看他们的爱情够不够坚真 大部分人都会被我狡到 有一点不太高兴的地步这样啊 因为我是老师 所以不敢 他们都不敢对我怎样啊 可能私下诅咒我吧 不要选上月老 不要选上月老 这大概是 现在对我最大的影响这样 我票数就会锐减这样啊 哦 顺便说一下 我那个爱情社学的开放式课程 已经突破两万了 这才太夸张了 我根本就这一行的赛 对不对 双关语啊 赛 好 所以这个人际网络哈 有的人的那个交朋友的第一 他就会跟对方说 我跟你讲 我要跟你交往很简单 只要我的朋友都同意 我就跟你交往 他觉得一个人看不清楚 一群人看得很清楚 这是我的词党一定了解 一定会看到我的盲点 所以你要经过那关 就得先经过别关 你知道 就像打雷台一样 你要先把再打完区域赛 区域赛完再总冠军 然后总冠军完再进入决赛 这是一场有点辛苦的历程这样啊 那也有人是用这种方法 就是要从地方包围中央 先把他朋友都搞定以后 要搞定他就很容易 这有几种不同的这种策略 以前我们那个男生对这种非常的了解这样啊 这个有不同人不同做法啊 好那另外的一些人的研究呢 是因为浪漫跟双亲的支持呈现正相关 你爸妈支持你喜欢的人啊 这件事情实在就是很重要 对于你的感情维持是很容易的 但是朋友的支持干预或双亲的干预 是不相干的 你支持是好 你反对没影响 朋友反对也没影响 研究结果是这样 所以你支持的反而好 你不支持没影响 所以只要这个答案是对的话 你也相信这个话 你朋友将来交了 不管你朋友交了什么样的朋友 你都支持 然后呢也许会帮他看到盲点 有些时候啊 盲点由别人看出来啊 效果不大 懂吗 就像优点由别人看出来效果不大一样 哎呀弟弟啊妹妹 你怎么不跟那个人来往 那人家很有钱啊 妈你就喜欢有钱的 不然要嫁你爸这样的穷光蛋吗 你看有时候只是反射自己的 那些人的那个价值观 穷光蛋有什么不好 还可以生出我这样的小孩 呦 这这就很难很难回答的吗 我当初就后悔生出你这样的小孩 他能说吗不能说 所以你这说出来你爸妈就马上就注口了 除非你就发现真相 其实你不是你我跟你爸生的 那这个就另外一个故事 那就有点悲惨这样啊 大概不会啦 除非我这种导演的搞笑电影 才会出现这种剧情 所以呢你与其反对他不如支持他 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反对他 会破坏友情的啊 会破坏友情的 你支持他反正或者说你不要表现太多的情 那个你的意向 这个对他做判断有时候是比较容易的 有时候不想 不然的话你想 你就不喜欢一个人 那你根本就没跟人家来往 你就见他那样 你就不喜欢人家 说我就讨厌那样 为什么 我也说不上来 我就直觉讨厌他 你就这样好吗 你就这样好吗 反正又不是你要跟他过日子 以前还有人跟我说 我觉得那个人不好 我们在谈一个公众人物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知道吗 他是我的前姐夫啊 前姐夫 他说你不知道他怎么对我姐姐啊 那人烂透了 因为在媒体上 那个人在媒体上被报道 我才知道说还有这样的新闻 那媒体上都把他报得很好很好 那还有人再婚 有人再婚 那我也听到有人骂 说不要脸 老婆他还没死一年了 就再婚 就这样撑不住了 然后就把他骂得这样 也是在报道上登出来 我觉得哇好幸福好美满啊 这样我就跟大家一样这样 然后眼睛都这样 像馒头人那样的 那结果呢 竟然被人家骂这样 我说为什么 他说当初 我跟他们两个多好啊 他这个讲的故事人 是那个死去的太太的好朋友 他们感情多好多好 怎么就还死不到一年 就结婚了呢 我后来就非常白目的问说 那请问要死多久才可以啊 那人就很生气说 你不懂啊这样 气得好生气好生气 我没看过那个人那么生气 我说奇怪呢 那他也不是在他太太 还活着的时候就搞七年三 在他太太 我自己想啦 这个有时候死掉太太是一件 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啊 那刚好有一个人可以 接着 让你的生活的那个 我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 只要中间没有任何人欺骗任何人 还有这个 这场婚姻还有小孩 那我觉得只要小孩也了解 应该就可以吧 哦我那个身为朋友的人 非常非常非常我都记到今天 所以你看这朋友的这种义愤 有时候会超过或者超过当事人 有时候我觉得啊 好那另外人际网络的反应 对浪漫情感的影响很有限 比较相关的是当事人 对人际网络的满意度 因为这里也很现实啊 你不满意他的交往的对象 他可以不跟你来往你知道吗 因为最重要的是那个人不是你啊 再怎么说 情人的关系都是比朋友的关系 要来的浓密啊 可能不长久但绝对浓密 可能到时候啊他跟他撤了 他回来再找你啊 你当然可以说我早就告诉你吧 你看 他不是个好东西 他不适合你 你当然可以到时候落井下石 那时候他反正已经分手就算了 那你在之前讲 有时候听不进去的 听不进去 这是爱情的奇怪的力量 就像有些爸妈反对 反对你半死你还是结婚了 结婚以后呢就没多久就离婚了 那爸妈最后还是把你接纳回去 你是他小孩你怎么办啊 所以这是 这是有时候人际关系网络里面 无奈的地方 也有人曾经咨询过我的意见 他说老师我总不能看着我的小孩 走上一条不幸福的路吧 我最后没办法我只能说 那也是他的命啊 我是非常不想讲这种话的人 你知道吗 但是我希望有些人不要干预太多 我希望爸妈朋友都不要干预人家 他真的什么他自己知道他去负责任 然后有些人被家长干预 家长叫他来 你去跟孙老师谈一下 你看孙老师怎么说 我就很尴尬知道吗 我就夹在亲子之间的那种 然后他就说孙老师你今天下我们的空 我以前都在研究室 都在那栋楼教授 下游期开始我的课都在那栋楼 我就不必这样跑来跑去 所以下游期开始课都在那栋楼 所以这个助理比较麻烦 扛着机器跑来跑去这样 所以呢我平常都在那栋楼啊 早一点来的时候要找我都可以 就说我已经把你约好孙老师你去找他 结果那小孩就来了 小孩我不太认识 我说你是谁谁的小孩 他说是 他说我爸妈反对我跟谁谁的小孩 我说我都听说了 我说那你为什么还要跟他来往 然后他就讲了一堆故事 说哇老师你不知道他让我多感动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 我说那你有没有跟你爸妈讲 他说有啊他们不愿意听啊 他们就看他的学历就说不要跟他在一起啊 他们都不认识他 他我就后来就说那你知道我的任务是干什么 他说你任务不就是说服我吗 我说哎呦你知道啊 我说但是我不会这样做你知道吧 我说我的任务只跟你谈一谈 我说我答应你爸妈是跟你谈一谈 不是说服你 他说那你应该去说服我爸妈 我说你看你们这一家人 你们自己不好好谈 你就叫我说服他 他叫我说服你这样 你们这一家人 Runs in the family 我说你们这一家人真相像 然后就把故事听完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建议你回去跟你爸妈好好讲一下 他们不会同意的 我说反正好好讲一下吧 至少你都愿意跟我讲 我跟你又不熟 你爸妈好歹从小把你拉巴长大 对不对那要多少钱呢 我一毛钱没花呢 那个妈妈还很客气 中间还送了蛋糕进来 看看我怎么样这样 所以我就我能瘦下来吗 我瘦不下来的 上次还有一个网友写信给我 不是网友就是看这个 然后孙老师你真的应该再少吃一点蛋糕 连看电视的人都看不出来 我真的要去修骗一下 或者应该把这胡子遮住 这样看起来很年轻 对不对 这臭白的实在是太白了 真的我跟你讲李太白才对我这样 哎真实 好了再回到这故事来 所以这干预的问题 那这个爱情跟亲子关系 我们在之前有讲过依附理论 或依恋理论 这理论非常非常具有说服力 但是呢也不要相信这个理论 是百分之百正确的 可以解释大部分的情况 那各位可以再去反详一下 那另外呢 双亲对子女的介入 早期有一个说法 美国社会学界 这1970年代的说法 叫做罗密欧朱利叶效应 罗密欧朱利叶效应 意思就是说 像罗密欧朱利叶这样的故事 他们两个相爱 你最后反对他的结果 这两个人会走到极端去的 年轻人啊 爱情至上的 所以他研究结果发现 有这个效果 就爸妈的反对 反而会让两个人的爱情更加坚真 那就像一首歌 以前的英文歌说的 You and me against the world 你跟我两个人 起来对抗这个世界 罗密欧朱利叶就是这样 好像世界上 你没有别人了解我了 只有你了解我 我了解你 那我们两个人来对抗这个世界 你爸妈算什么 最后两个人走向了殉情之途 这样当然 罗密欧朱利叶是两个笨蛋 所发生的故事 那其实应该叫做bumbler two bumblers 或者a lot of bumblers 包括那个笨蛋劳伦师神父啦 还有传戏没传到的啦 包括什么 反正这些人笨得要死 然后这故事最笨的是后来 因为这两个人死了以后 这两家族忽然间就兵解了 化解了这多年以来的误解 哪那么容易呢 这就是所有那种烂七八糟 乡土剧的这种烂伤 所以叫烂伤各位知道吗 中文那个很复杂的字叫烂伤 烂伤就开始的意思 烂伤 真是烂 烂伤无辜 好那也有后来也有研究说 不是这样的 美国人已经不一样了 爸妈反对 会让他爱情见证与否 已经没什么关系了 后来有人研究 没有这个罗密欧朱利的效应 不过呢别忘了 这些学术研究 有的时候都是调查当时的 他上课班上的学生 所以那个普及性如何 代表性如何 其实都是有一点问题的 所以爱情的研究 有时候会有这种前后冲突 矛盾的说法 这不是太奇怪的事情 这不是太奇怪的事情 所以呢双亲跟亲子关系 一直会有这样的争执 没有定论 在比较民主的家庭里面 平权的家里面 大概事情是做下来讨论 在比较传统形式的家庭里面 或威权家庭里面 这事情是没什么好讨论的 非常幸运的 一般中产阶级家庭 是相对比较民主开放 那一般上层阶级跟下层 大层阶级的家庭 是比较不开放的 一般来讲是这样的 当然这中间会有例外 那爱情跟朋友 接下来是这个主题 那朋友爱情呢 一定有友谊的部分 在那个Lee的那个 这个Color Theory of Love里面 就有提到友谊爱 那另外有时候 有些人分 区分爱情的时候 叫companionate companionate love 就是友情的 有以伴为中心的 不是那种激情的 不是passionate 的爱情 所以这个其实都有一个 这个部分 我们可以简单的 翻成温情的部分 也就是有些同学 在问问题说 我跟我的男朋友 或女朋友交往 已经一阵子了 我们的感情 好像已经变成亲情了 这种亲情的 类似亲情的爱情 那这个其实是蛮常见的 因为很简单的道理 我们大概不可能 每个人都长期处于 这种兴奋状态 所以呢这种 passionate love 基本上大概 大概在爱情的前段出现过 以后就很难再出现 很难再出现 你如果谈恋爱 然后呢你今天刚分手 不是分手 不是分手 就刚好两人就有事离开 再看到你会觉得 哇好兴奋这样 夫妻呢今天早上离开了 中午在街上见到 就不会像年轻人那样 有那么大的激情 这事情就发生在我今天身上 我今天跟大家去吃饭 然后我进了餐厅 我看到我太太 跟她的朋友在那吃饭 我就很很微微的跟我太太 打了一个招呼 很多人都没注意这样 后来那餐厅坐不下 我们就走了 出来我才说 刚刚我太太在那餐厅里 他们没有人怀疑 我是因为我太太在说 我跑出来 没有人这样怀疑 老师那不介绍师母 我说师母很低调 老师也很低调这样 所以我们就到 另外的餐厅去吃饭这样 老师你见到师母都没有很兴奋 我说早上就见到他了 是是是 这样那么兴奋干什么呢 谈恋爱也许会啊 你们也许会啊 你们觉得 什么样的人会嫁给老师呢 那什么样的人 我已经跟你们讲过了 就瞎了眼的人嘛 对不对 这还需要说嘛 好 那接下来友谊爱 所以那个爱情变成亲情 其实真的不需要太紧张的 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紧张成那样 你要期待每天都很嗨吗 那你嗑药嘛你 每天不会很嗨的 爱情就是很多所谓例行化的部分 爱情就是那样 大家温温的来 然后就是有一点点温度 不会到冰冷到不行 那就是正常状态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正常状态 大家都觉得不能接受 要把这个爱情搞到很有热度那样 那我没看过那样的夫妻 我那个高中大学的时候 我不是说过 我有同班同学 希望他们有看到这一段 哈哈哈哈哈哈 我同班同学 那两个人坐在一张椅子上 老师也没讲什么 两个人坐在一张椅子上啊 你知道这怎么做啊 当然女的坐在男的大腿上啦 要不然怎么做 这还有别的可能性吗 好 那照样上课啊 那老师反正那时候上课 都不看学生的嘛 就这样上课 然后他们就坐在一张椅子上啊 然后有时候男生就帮女生梳头发啊 然后女生有时候就 反正两个人就要摸来摸去的这样啊 反正他们坐的位置 还不是最后一排啊 坐的位置差不多是中间 在上面一点点 然后大概就是那个位置 一个教师这样的话 大概就是那个位置 我们其他人就尽量不要坐在那边 那看的难受啊 对不对 那幸福晒到你知道吗 那种就觉得哇被晒伤那样子 人家现在也很幸福啊 上次我们同学会两人都来 哇两人看起来好年轻啊 看起来基本上是我们的学生辈啊 尤其我一出现 就像他们的老师你知道吗 同学会里面我最像老师 其实也是老师 但是不是同学的老师你知道吗 有时候 有时候那个餐厅说 哎呀你们在帮老师庆生啊 OK这样子可以吗 这样看起来没那么老啊 好吧 哎 好 接下来呢这个友谊啊 什么样呢 会跟什么样的交朋友 有这种学术的说法 你看啊 这个人啊 这个人其中后面的 Rob Merton 是我的老师 我还上过他的课 我上过他的课 修的课最多 我的Merton 老师呢 是社会学界的以前被杂志称为 Mr. Sociology 社会学先生 啊 这个全世界我没听过第二个人被这样称呼 他在当时的流行杂志上 被称为社会学先生啊 非常有名的老师 呃 一直活到好久 1999年去他还活着呢 呃 呃本来要约见面 后来没见成他有事情啊 后来他就过世了 大概200几 01年还是02年的时候过世啊 那他在很早以前 就大概19 1950年代左右 哎呀我没著名过程了 没著名时代啊 真是有点不好意思 呃 有了哈 1982年的文章 1982年的文章 可是是很早的哈 这是后来收集起来 啊他就区分两种哈 什么样的会交朋友 这这话说了 现在说了像废话 呃 相似人会交朋友 而另外一个说 呃相反人会交朋友 这不是废话吗 所以社会学家有时候让人讨厌 就是这样啊 啊 不知道人还要被的要死 有些念社会学念死了 有时候你就骗不过老百姓 就这不是废话吗 你们讲这个 啊 所以有人就开玩笑说 社会学呢就是用了一堆包装 讲出了那个大家都知道的道理 啊 做了一大堆研究 那结果研究出大家都知道道理 这是对我们社会学一大警醒啊 啊 他叫homophily啊 相似成有啊 就是你因为跟他相似 所以才会变成朋友啊 另外一个呢叫做heterophily啊 相亦成有啊 那这个呢也是 其实很简单的分类啊 那这个分类呢 后来还被拿来作为进一步的研究啊 这个也是你如果有机会看那个啊 林南的social capital这本书 就有这两个概念啊 啊 另外呢也就在继续引申啊 就程度的问题 什么样相似 我说过假如我们把人跟人的关系 看成像两颗钻石 那那个呼应的面相似就是你最认为最重要的东西 或者我们可以比喻叫做钻石的最大切面 跟另外一个钻石呼应 那就是相似说 那如果你要说相亦成有 那就是你的小切面跟他的不一样 那是相亦成有啊 那你看看这种能力最好的方式就是 你好好检讨一下你的朋友里面 哪些人是跟你相似的 然后哪些人是跟你相亦的 或者反过来 或者另外一方面来说 跟你相似的朋友里面 有哪些部分跟你是相亦的 不一样 跟你不一样的朋友里面 又有哪个地方跟你是相似的 如果这东西是成立的话 那相似说跟相反 跟什么相亦说 不就是废话吗 了吗 你从相似点来看 那大家都相似 你是人我也是人 那这不是废话吗 对相反的 这不一样的地方 你是男的我是女的 这不废话吗 所以这个显然这个概念 要有更精确的部分 懂吗 好那另外一个是地位相似成有 那有的是价值相似成有 地位相似呢 是因为你在社会上的关系 那这个你当学生 看不太出来你的明显的社会地位 因为你都是学生 但是一旦你离开学校 你到公司到外面做事 然后你的做了什么事情 在不同的阶段 你就有不同的地位 然后你交的朋友就不太一样 你一个下属很难跟长官交朋友 那你一个这个像我们教授就很难跟做生意的人交朋友 不太有这个机会 但是呢学校有些教授呢 就比如说管院的有些老师 因为他们开比如说EMBA的班 那都老板来上课 老板就变成你的学生 那你将来在社会上走 那真的是方便太多 我们这学校有很多科系 有这种叫在职班 在职人来上课 哎呀在职班学生比你们好太多了 第一个都不会问问题 第二个都会来送礼 对老师都好尊敬 绝不缺课 报告都写得很好 因为都不是他们写的 都是花钱找人写的 他们哪有时间写啊 那在职做事情就很忙 这不管是公务人员或者在做老板 老板更忙 以前我还认识一个人 当老板的特什么 特别秘书 是不是叫特别秘书 还叫什么 特助 我特助工作干嘛 当然帮老板买东西啦 存钱啦什么的 还有呢帮老板写报告 我说写什么报告 老板上一个 上一个EMBA班要到香港上课的 一个月要去一次的 孩子几次的 去那个 然后要帮他写英文报告 所以他薪水很高 因为他写英文报告 所以也有这种工作各位 那最妙的是 我刚刚讲说那个 有在职专班 就有学生告诉我 说老师你知不知道 某某科系的在职专班学生 在PT上登一个网 登一个广告 我说什么广告 他说曾 台大XX研究所 硕士班 硕士在职专班学生 曾研究助理一名 你说老师 曾研究助理 这是常见的事情 对不对 硕士班 在职专班 曾研究助理 干嘛 就意思是帮他写报告嘛 就这意思嘛 曾研究助理一名 你能想象吗 哎不过人家给你的钱很丰厚啊 因为他只是在职专班 他外面有事业的 那事业大得很啊 付你一点钱 他可能认为哎呦 就这一点钱啊 那很便宜嘛 你们干这个啊 哎学术怎么堕落的 哎呀 就是像自欺欺人啊 然后这些人呢 你还知道怎么玩吗 哎呦我听完我都觉得 怎么是这样呢 这些人呢都会有谢事业 你们就毕业有谢事业 人家修完课就有谢事业 还欧帕堂呢 你看你们这种小鼻子小眼睛的 这种做法 人家那个就不叫欧帕 这难听了嘛 这不齐约会选嘛 就是意思 人家不是 就是啊大家同学聚餐 我们来谢事业 还没考期末考呢 就来谢事业 谢事业呢 刚开始全班男男女女 大家一起请老师吃饭 老师也去啊 吃完饭以后呢 总有同学出来付钱的 不管是班费还怎么样 然后吃完饭呢 就叫女同学先回家了 男同学带老师去续摊 然后老师也很阿沙利啊 老师就这样说 上一摊你们请 这一摊我请啊 豪迈啊 这我都讲不出来的话 结果呢 就这一圈就吃得久汗而热 老师到时候有没有出钱 他都不记得 不过告诉我故事人说 老师更没出钱 老师号称要出钱 结果还是另外一个人出的钱 那去什么地方 那个人就没告诉我 本人就是没那个命啊 我听完 这故事真的啊 跟我讲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什么态度 但我听完真的心痒痒的 我怎么就没碰到这种事呢 他想说啊 因为我不会喝酒 所以我碰不到这种事 自己演起来 自己 这叫学术吗 这叫教书吗 同学那那成绩怎么会不好呢 对不对 那你有听过这种什么 在职班的学生被荡的吗 他哪有时间念书 不念书都能过 那还要说什么呢 大学的尊严 别闹 好 就回到这里来 所以这地位相似成有 或者价值相似成有 所以你在社团 可以交到一些一生的好朋友 像我这种比较脾气怪的人 我参加社团参加一年 我就给人家一堆建议 人家都说做不到 然后我就走了 我以前当老师助理 我二年级就被老师看上 当老师教学助理 那时候不像现在 那么多制度 然后老师随便 口袋多少钱就给我多少钱 我当老师助理 然后呢 改完老师报告以后 我就写了万言书给老师 真的差不多一万言 我觉得老师你不该这样教书 这样教书学人学不到东西 我从改报告就看出来 学生没学到东西 结果老师 哎呀年轻人有理想很好 就把我的万言书收到臭屉里这样 第二年又找我 我又改发现一样的问题 我就再写万言书给老师 老师还是不理我 第三年再找我 我说我不干 我的同学都吓坏 老师找你当助理你不干 我说我干就干什么 我已经干了两年 他都没进步 我干嘛呢 我跟他陪葬嘛 你学生耶 我说是啊 我哪一天就要超越他 老师就是要被超越 懂吗 我也希望你们超越我 如果你们可以的话 我要让你们很难超越 这样你超越我就很高兴 我们的老师都太容易超越了嘛 后来所以我的价值观就跟很多人很不一样 从以前到现在都是 我常常可以想出别人完全想象不到的 然后别人都 我经常碰到长官都跟我讲 哎呀你的意见很好 但是不可行啊 我说不会吧 是你不想做吧 那不可行的事情呢 你已经是长官了 你我有那么多权力 怎么会不可行呢 你再不可行 谁可行呢 不是 好啦那爱情跟性 这个 友情的分野 大概最简单 最简单最简单说 就是有没有性关系 但是不要讲不要忘了性关系很广泛 很广泛 有的人不认为牵手是性关系 有人不认为接吻是性关系 但是很少人不认为性交是性关系 所以这个意义很不一样 有些人呢 我就碰过有些人 他的身体接触的距离跟别人不太一样 我们大部分人呢 都会有一个身体距离 就是说我跟你讲话 我如果不是跟你很亲密的话 我不会靠得你太近 所以你会注意到 你假如注意到 有人讲话一往前 有人会往后 因为他拉那个距离 尤其是不熟的人 我不希望你靠太近 有的人会这样 你注意一下 你看你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但是呢 你假如跟他关系很亲密 你可以很近的 耳并撕磨 懂吗 所以你从距离可以看到 从physical distance 可以看出你的那个心理上的距离 这是可以的 是可以 所以为什么那个情侣 就这样两个黏在一起 基本上你 你中有我 你中有你这样 摸来摸去都没问题 你换一个人摸摸看 懂吗 还有电影院里面 不是常常有那种搞笑片这样 然后自己的女朋友 然后那个人手很长 就摸到下面那个人这样 然后两个人这样 藕断丝连的这样 然后你就不知道 有的那种 讲那个三角恋情的电影 就是会这样去看电影 然后这个礼貌上呢 这男生坐这边 然后他女朋友坐这边 他女朋友的朋友坐这边 但那个人的手很长 可以 就光从动作 他就可以暗示你 这三个人的关系是什么 有些电影也会拍啊 他们三个人的时候 我不知道这个男朋友 女朋友的电影 那个海报是怎么拍的这样 有时候可以透过这种知识 位置可以展现出这些关系来 所以性关系是怎么样 不太清楚 尤其大一的同学在一起以后 进来大一以后 哪些人班队 第一队班队怎么产生的这点 那这个有时候是 你仔细观察是可以观察出来的 我以前就有这种八卦命啊 我们社会系有一年 我教书的时候 第一队班队就是被我撞到 我跟你讲我纯粹好命 我就经过那个宿舍门口 在法学院那边 社科院 你们现在叫社科院 我就从那边下车 走那个宿舍的门口走 那两个人就从宿舍走出来 牵着手 就被我撞到 在下课时 在上课时间 基本上没人的时候 就被我撞到 两个人被我撞到 像被抓奸在床一样的 下车了我想干嘛呢 看到就看到了 然后他们就 因为下午要照想 两个人就害羞到不行 然后就跑了 那你也交代一下嘛 要不要我说出去呢 就像这个 就是 那有些人呢 就因为这样 我一看我觉得他们是情侣 可是有些人呢 好朋友也牵手啊 男女的 很大方的牵手啊 我一次就问那个女生 我说你们两个是男女朋友吗 因为看起来有地方怪怪的 觉得不像 一般男女朋友牵了手以后 还有表情还有什么 会不太一样 那牵的手不是男女朋友的 虽然牵的手表情也是跟那个 是不一样 仔细观察 很不一样 没有那种幸福感 没有那种幸福感 如果没有想象的话 他这个脸上没有两坨粉红色的东西 这叫没有幸福感 你知道吗 当然也可能没有暖暖包 也有关系 没有吃四五眼 可能又有点关系 如果我们排除这个话 那他说不是啊 不是你们跟他牵手呢 他说好朋友啊 可以牵手啊 我说蛤 所以我知道有人是这样 那因为他们这样呢 就被人家误会 就被人家误会 班上就传他怎么样 然后后来他交了男朋友呢 然后就被传他是个贱女人这样 我觉得这只是 这是非常无聊的事情 我常常知道 当然这都已经十几年了 我常常知道有些学生呢 怎么会彼此之间有这种很奇怪的 那时候他们都会跟我讲 那现在我也不太愿意听了 他听太多故事对脑筋不太好 你们都好想听 我都不太想听了 好另外爱情跟友情啦 有时候有竞争关系 有时候竞争关系 电影里面 有时候会特别强调这一点 那竞争关系 有时候是友情跟爱情的竞争 有的时候呢 是其实另外一个人 也想跟他发生爱情关系 就被你截足先登了 那最近这个电影里面 那个初恋那些小事 至少有这样子的意思 那常常有些人不知道 你跟他有爱情关系啊 有些人喜欢对方 对方不知道 或者没有公开 那另外一个人就觉得说 那你既然没公开 那你不追他我追了喔 他先告知 那我哪会追他呢 你不要想他 你追他吧 结果就追成了 那不就搞砸了吗 还有人帮人家写信的啦 之类的 那从那个大鼻子情圣 那种电影里面就有啦 他长得很丑 但是呢 有一个帅哥呢 基本上没有文采 那希望有人帮他写行书 就找大鼻子情圣帮他写 他把他写得好好 那你都爱上这个行书 那就以为是那个帅哥写的 不是那帅哥写的 是那个长得很丑 大鼻子情圣写的 这也拍成现代片 就是他就演一个消防队员 这样也是一个大鼻子 这样也是一样 所以这里面 其实都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 流传非常久 那友情祝福的爱情 跟友情反对的爱情 有些会祝福你 有些那个 那譬如说另外一个尴尬的地方 这个有时候有人问到 我跟我的好朋友的前男友 或前女友在一起 请问我要不要跟那个好朋友讲 是不是在这堂课发生过 我好像也叫你们举手过嘛 你觉得可不可以嘛 好像在很早的时候 这堂课刚开始的时候 像这个就很多人觉得很尴尬 那我觉得你尴尬什么呢 已经是前男友跟前女友了嘛 如果是现男友跟现女友 这真的是比较尴尬一点 但是其实他要不要跟你在一起 或什么是他的决定嘛 那你跟他表达你的感情 是你的决定嘛 那在这点上面真的很难 很难 我也没有说我建议一定怎么样 我只是觉得 假如我们大家都能够 比较开放的说出自己的情感 然后呢能诚实的面对自己 那也许这种不必要的误会会少一点 也许 但是这个只是一个想法 另外呢有 从有时候是从友情进入爱情 有的人是从爱情会进入友情 为什么叫友情进入爱情 有些人就是刚开始 你对他没什么特别的想法 所以你跟他在一起会觉得很自在 什么话都敢跟他讲 因为呢你没把他想当成是你的好朋友 好男女朋友 所以你跟他讲 然后讲着讲着讲着 有一天你发现 哎呦怎么跟他越来越多的交集 然后就变成男女朋友 这种故事 我个人是比较赞成这样的 因为这样的话 省掉很多步骤 那那种要从不认识到告白 然后就要开始交往 我觉得这东西对我个人来看 我觉得太作作 太作作 那可是好像很多人觉得那样子 我只要看上你觉得外形上你喜欢 我再去慢慢探索 我们两个相同或不同的地方 我觉得这样太冒险 对双方都是一个 都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那不如我平常就知道你的好处坏处 我已经设定限度 反正我不会干预呢 你只是我朋友 或怎么样 那样的话 就是有些事情在先跟在后的问题 不要看朝三暮四跟朝四暮三 结果看起来是一样 过程是不一样的 还有那种经济学里面讲的边际效用的问题 也是不一样的 还有这社会学讲的相对剥夺感 或者我们反过来说相对满足感也是不一样的 不要小看先三个跟后四 先给你三个后给你四个跟先给你四个后给你三个的这种差异 那一样先是朋友再谈恋爱跟先谈恋爱再做朋友 先谈恋爱有没有机会做朋友 风险会比较大 先是朋友有没有机会谈恋爱 相对的风险会比较小 但是就上次是不是也是在这个堂课的一个问题 他说那个女生要把他当成一辈子的好朋友 这个是那个网路上那个人讲的 那他就跟他告白了两次 那个女生一直说 可是我把你当成我这辈子好朋友 他甚至跟他交往的男朋友说 我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我到时候会跟他吃饭或干什么的这样子 那这个男生不甘做他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希望做他男朋友 可是呢他就写信问我 说要怎么样才能突破这个 后来我好像在网路上回他的 在我的粉丝页 然后他有感谢我开导他 所以这个类似这样的故事 有时候真的很难 有时候就是你想开了 你真的跟他在一起变成男女朋友 你大概将来不见面的机会会很大 因为你可能搞不成搞不定 但是你跟他是好朋友这辈子 可能就一直会维持很好的关系 你可以继续关心他 所以有时候哪一个比较重要 友情比较重要或者爱情比较重要 这个有时候是人生智慧的抉择 这很难一概而论 在这个节骨眼上 你可能觉得爱情是比较重要 他不能答应你的爱情 你会痛苦痛不欲生这样 可是呢也许你在十年二十年后 你再回头看这段感情的时候 你会发现 哎呀其实当时做朋友的话 现在还可以讲两话 应该是不错的 应该是不错的 我至少个人就有一些这样的反省这样 好那接下来是这个友情的规则 很多人在从小长大过程里面 没有好好学过怎么样当朋友 什么样才是一个朋友 那这些呢是从研究的结果里面归纳出来的 我觉得很难得 所以特别讲出来给大家听 因为真的什么叫朋友不知道 我们常常做了某些事情才会被骂说 你这样还算是朋友吗 你才说原来这不叫做朋友 那什么是朋友没有正面表列啊 比如说朋友要不要借钱呢 那通常在你能力范围之内他没钱的 当然朋友有通财之意 如果他要是很大的钱呢 大概就不需要 可是你觉得他是不你朋友啊 你们最大的困扰可能就是考试的时候 要不要帮助朋友 考试的时候不要帮助朋友 譬如说他不会你要不要让他看 对不对 这是作弊的行为 你要不要为了他作弊 那男同学觉得两肋插刀 可能就会觉得做当然开玩笑我是他朋友 这朋友有难你还不能不帮他忙 那你还叫朋友吗 那考试作弊算不算朋友有难 还是拉你下水 给他看一题啊不会死人嘛 这我就碰到一个老人家的故事这样 他说他就抄了他前面那个朋友 结果发现最后发现两人都不及格 他就骂前面的人说 你没好好看你还敢让我抄 他说可是我是你朋友啊 所以这个笑话 讲这笑话已经比我年纪大了 这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后的事情 他每次讲出来说你看这什么朋友 当然开玩笑还是他朋友了 只是这变成年轻时代 可能老是很气愤的一件事情 变成老年一个某种程度 还蛮好笑的一个回忆这样 可是当下当然不太好了 你将来有些发生在我班上的事情 现在我当然会很生气 可是十里几二十年后 会在我的告别式上 你们两个可能会讲得很开心的 是吧哎呀不知道这个 这个月老候选人或者这个文昌帝君 现在对这件事情是什么看法这样 好那友谊的规则 第一个就是朋友有难的时候 应该自愿帮忙 问题在于什么样叫做难 我们刚刚已经讲过 考试他不会这算不算是难 还是他应该自己承担的 如果乱花钱花到没钱了 然后给你借钱 这算不算是他的难 还是你的难 有些难看起来你帮了他 最后可能是你的难 或者你跟他的共同的难 所以这个问题在于这个难 这个部分 不在于什么样东西 你该自愿帮忙 有个界限 朋友要去自杀 你要不要跟他一起自杀 那算不算是难 所以像这些都是 你不研究的时候都很好说 你真的要研究的时候 那这都是很重要的问题 第二个尊重朋友的隐私 那尊重朋友的隐私 就是说你不应该跟他分享一些账号的号码 包括电脑的包括邮局的 但有些人认为这就是朋友该有的 所以应该分享 那这个呢我都建议不要 因为在这个时代 这东西很复杂 所以建议大家不要 彼此尊重彼此的隐私权 但是呢如果你的朋友告诉你 他的心中秘密说 他最近觉得人生乏味 他要去自杀 那你要不要替他保守这个秘密 像这个都是 在辅导专业里面 有一个准则 基本上是不能泄露这些秘密 但是呢如果危及他生命危险 那这个秘密就不叫秘密 你就要告诉相关单位去拯救他 你不能你的暗主告诉你说他要自杀 你说对不起 那他自杀是他的自由 我不能做什么 啊我不能告诉你们 我也不能告诉你家长 那这样的话这是有道德上的问题 所以他们的伦理准则里面 有这些自杀或者要伤害他人的 这个明显的意图 如果快要变成行动的时候 你要出来主动告诉相关单位 那这是专业人员的伦理的守则 那你作为一个朋友你要不要 好所以这是一个尊重隐私 这算不算隐私的范围 这也是一个判断的一个问题 第三保守秘密 保守秘密我们一般的意义是说 那是涉及到你跟他或者他的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如果这个秘密包含他伤害了别人 或他准备要伤害自己 那这个秘密你要不要替他保守 譬如他考试作弊 他的报告其实是别人写的 你要不要出来指证他 像这种都是有些人会觉得很困扰的 有些人完全不困扰 只要你是我朋友我帮你扛一切 也有人是这样子很豪迈型的 第五朋友不在场的时候要为他辩护 那如果你一群人在一起 然后你的朋友不在场 你没有替他辩护 那你算不算是朋友 那这个也是一些考验了 然后第六呢公共场合不应该批评朋友 不要批评你的 这个跟上一个是一样的 不要批评你的朋友 你的朋友真的怎么样 要不然你亲自跟他讲 那第七呢给予情绪支持 他很难过的时候 你要不要陪伴在他身边 譬如说他失恋了 你要不要陪伴在他身边 如果你今天要来上爱情社会学 举例来讲 你的室友或你的好朋友失恋了 他很难过那你要怎么办呢 一 带他来上课 二 不要来上课 你在家里陪在宿舍陪着他 或者家里陪着他 三 你来上课 他难过他的 你再回去每小时 你去查一下 他现在还好不好 还是怎么样 有很多种不同的做法 这有时候是很大的难题 第五朋友 对不起讲错了 第八了 交谈的时候要看着对方 现在容易一点了 因为大概 我现在看到学生跟我聊天 讲话 大概都会眼睛互相注视的 我们以前这些很困难的事情 我相信古代的中国人更困难 因为古代呢 我们以前看电视都会说 黄道 小民有罪不敢抬头 恕你无罪 谢万罪万罪万万罪 你看台词都有 你看我到现在都会背 然后呢你知道叫他陛下 他做的很高 然后你是 其实陛下是你 你在那个臂之下 他在臂之上 可是他称臂下 你自己不能称臂上 你就要这样 不敢抬头 不敢看皇上 那所以呢我们养成了 不敢看权威人士的眼睛的这个习惯 我到美国刚开始去念书 老师就发现这一点 说你为什么跟我讲话 眼睛不看着我 我觉得看着你 就像两只狗一看 那会打架的 我心中想了 后来我就慢慢习惯看人家 我回来教书那么多年 还是有学生跟我讲话 不敢看我的 那我说讲过 我们的老师上课都不看我们的 大学老师 高中老师还有人看 大学老师都好奇怪 每个大学老师 什么地方都看 就是不看学生 慢慢我觉得这跟时代风气有关系 那以前我们玩那种互相看看 谁会先眨眼睛那种 还有谁会先笑出来 这个你们不知道 现在还没玩这种非常无聊的游戏 完全不用花钱 但是真的蛮无聊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 大家不看对方也是怕说 这是在玩游戏吗 那现在都看了 所以很少的 所以交谈的时候 看着对方是对对方的尊重 对对方的尊重 但以前呢 我们会觉得是好像窥探隐私 或者泄露太多秘密 像有些人哭的时候啊 就不敢把眼睛看着对方 就这撇过脸去去哭啊 那这个也是 第九 在一起的时候 尽可能让对方高兴 很多人很喜欢跟我交朋友 因为我最大的本事 就是让对方高兴 有人说那你会不会有不高兴的时候 当然有啦 开什么玩笑 我不高兴的时候 笑话就会比较少啊 那就有不高兴的时候 一起的时候 尽可能让对方高兴 然后第十 不要妒忌或批评朋友 或其他方 对方其他方面的人际关系 他是你朋友 你就不能骂他的朋友 对不对 就算那个朋友你不认识 你也不能说 你怎么跟我交往 也跟他交往呢 那人品着啊一个人 他说哎呦他也这样说你呢 这不是很尴尬吗 对不对 大家既然是朋友啊 有人说哎呀都是朋友嘛 就开开玩笑嘛 那这真的还是开玩笑呢 第十一 所以要包容对方的朋友 虽然他不是你直接认识的 但是呢 你们有共同的朋友这一点 也许你就该 往这方面多想想 这是所谓的友谊的规则的 第十一点 第十二点 这是西方人规定上出来的 要分享成功的消息 今天有最高兴的事情 你们现在就po在Facebook上面 老师现在慢慢也这样搞了 我已经快跟你们越来越接近了 也得要彗星撞地球了这样 所以呢 以前我都不太懂 我们这种没有脸书的人都完全不懂 你怎么知道他最近发生什么事情 你没看他脸书吗 他po在上面 有好处 因为他讲一遍就好了 不必讲一百遍 像这个本人今天拿到一个封面 一蛋糕 这是我的学生 生了小孩 满月了 才觉得他生小孩了 就满月了 他在生小孩怠惨之前 还在那边跟我这边 乱来乱去的这样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生 一堆的这种 就一个月了这样 分享成功的消息 所以生小孩我也马上就知道 这也是很好 他朋友当然也都知道了 我现在加 我刚开始不知道为什么要加朋友 就发现交了朋友以后朋友什么讯息 我马上就会知道 然后每天都花很多时间去看他们在干什么 我觉得真的蛮无聊的 坦白跟你说 因为大部分人的事情我没兴趣啊 我相信我的事情你可能也没兴趣啊 有人会贴照片跟谁吃饭 那你还了解他干了什么 那像我这种不贴吃饭照片的 那你看我的事情 还有一个学生多年不联络 在脸书上碰到好高兴 说孙老师你最近好吗 那我要怎么回答呢 不太好 赶快来看我吧 我写很好 这不是废话吗 我不好会在脸书上吗 那我 我是不是该放一张那种垂死的照片 或者什么 那 或者那种法国人 然后一堆血这样 那不是我这样 跟他开个玩笑 然后我一回答说很好 他就不写来了 你看 那是干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 我蛮困惑你们这时代人的这种 这种交往这样 那有人我也不知道我加了他朋友 或者有些人我完全不认识 还有人只写了名字 我就加人家当朋友 快发现不是那个人 不是我想加的那个人 但是名字一样 信不一样 那他没写名字我怎么知道呢 有的时候还糊弄我说 我们有三个共同的朋友 我想这不得了 我们三个共同朋友 是我们三个共同认错的朋友呢 我那天就 尤其你们有些人不摆照片 我也不知道你们是谁 然后你用中文名字 我当然还知道你是谁 有人不用中文名字 我根本就不知道你是谁 有一个人邀请我 当他朋友当了多久了 我终于有一天恍然大悟 他是我认识的一个人 因为他是马来西亚的乔生 现在美国念书 然后他的英文拼法是 非常奇怪的拼法 跟我们的不一样 所以我就不知道他是谁 然后他照片里面摆了三个人 我根本就没看出来 他是中间哪一个 其中还包括他阿嬷好像 我想我不会认识这个 这不会是我中间 任何一个前任吧 他跟他的孙女 我曾经一度这样怀疑 是不是故意又 借着这个来混淆我 这样 我就自己就无端的 就这样 就怀疑了起来 这样 其实完全无关 后来发现了 就赶快加他朋友 加朋友也没干什么 就叫我要不要 在他的timeline上面 写什么东西啊 我写什么呢 你好吗 如果一下子有用写我好吗 我是不是该把我的 山川甘油脂指数什么 全写上去 这样子比较专业吧 不然的话 我说我很好 就没有证据嘛对不对 这是我最近的身体检查报告 附在下面 让你参考 贴出来这样 我假如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去演生活大爆炸 你完全不知道 人家问你的是什么问题 你就觉得 你既然问我好吗 我就告诉你 刚刚量的心跳是多少 血压是多少 干嘛你家庭医生嘛你 好 征询 分享成功的消息 譬如说啦 我那天不是很兴奋吗 说啊已经冲破一万了耶 这样就好兴奋这样 有多少人在看这样 那现在冲破两万 我再写就太没意思了 现在要写再写 冲破十万了耶 这样 那才有意思嘛 好奇怪啊 冲破一万很高兴 冲破两万就没什么特别高兴 这叫什么 编辑笑容递减吗 还是怎样 好了 然后另外这13个 就是征询私人中故啦 这个一般人念忠告 其实该念中故啦 这是破音字 那就是你有什么意见 你会听听你好朋友的意见啊 那好朋友就是这样商量嘛 像我这个人呢就比较贴耻一点 我很少问人家意见 什么事情我决定就决定 很少问别人的意见 所以这个也是算好也是好 因为我很有自主性 算不好呢 就是我这个人不太跟人家协调 我这个人是个人主义倾向 不是那种团队合作 这样子看 第14个不要唠叨啊 哎呀这个非常重要 我到现在都不一定做得到 不要唠叨 像我那么爱讲话的人 不牢牢很难 这个我最怕就是没人讲话 所以一旦没人讲话 我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这样 我太太纠正过我多少次 这毛病 说你不讲话 天也不会塌下来 可是我说我怕很尴尬 大家都不讲话 在那边面面相须 怪怪的啊 我说那你就等人家讲话 自然有人会讲话 我对啊我就是那个人啊 他气到不行 我之所以爱讲话 这我也讲过做捷运 有一次我太太受不了 就说我们可不可以装作 我们不认识 我说你说的哦 他说好 他就闭着眼睛 我说小姐贵姓 气得差一点把我给杀了这样 那会按那个 按警铃叫那个捷运人士来说 这人我不认识 对不对 他骚扰我 那这问题就会很大这样 然后我到时候上天说 没有啊 他接受我 他是我太太 他认错人了 各位就会看到这种很奇怪的那个 然后你们到时候说 啊那孙老师哦 原来他没太太哦 他上课每次都说有太太 原来他是假的哦 然后就开始进入另外一个世界这样 我们大家就可以演出一场戏这样 孙老师到底是有没有太太的人啊 这个是个不错的开始 对不对 一个老师发疯以后 你才发现他上课所讲的东西 全部是假的 也没有那个女生 什么站在对面 什么看了半个小时的 也没那个 他其实就是从小孤儿一个 或者说他其实是变性人 他伪造了他的一切历史 更厉害的是他其实是外星来的 为了非电影 所以他编造了很多更不存在的事情 哇 我再这样讲下去 我是不是该送到医院去 不要唠叨 就我的大毛病 15呢 会跟朋友开玩笑 互相亏来亏去 这个 有些人看不惯这种 男生特别容易亏来亏去 有些人觉得你们两个敌意好深 怎么会这样子亏来亏去 那有些男生就是以亏来亏去表达彼此的情感啊 女生比较少用这种负面的 那男生比较多用这种负面来表达关系这样 因为这是在人类学的研究里面 有些人在社会上是允许他们有开玩笑的关系 师生之间没有玩笑关系 熟人有 你如果跟老师开玩笑 那你真的要跟他很熟很熟很熟 好同学之间有玩笑关系 你跟不熟人开玩笑 他会觉得我们俩有这个关系吗 你可以讲这个玩笑 开这个玩笑吗 那喜剧演员通常对别人有这个关系 因为他是喜剧演员 所以他开你玩笑 那是你知道他是在 那是他的一个专业表现 喜剧演员不开你玩笑 你会觉得你自己可能是个很无趣的人 所以这个是从另外一面来看 16呢试图回报朋友的情谊恩惠跟赞美 好朋友之间大家互相夸奖了 不过男生夸奖的真的比较少 男生大概就是哇你装球鞋好酷 你怎么买得到 这是限量版 这大概就是夸奖了 那女生大概就是哇你这个法家好漂亮啊 你这发型你是哪里怎么输的啊 你这化妆品怎么看起来像没有化妆过啊这样 那我今天本来就是素颜 哦原来如此 你们这种素颜跟那叫什么 化了半天妆像是没化妆那种 真的是不得了 那天电视上还有演一个人 还有一个人出来他可以画成 把自己画成陈妍熙 他连梨窝都可以画出来 他其实跟陈妍熙一点都不像 然后那就报道说他如何画 叫仿妆模仿的仿 我想看电视也能学到很多东西 只要你看对电视的话 你只要看错的话你不知道学到什么 我那天就看了半天电视报道他 他怎么样画成陈妍熙 然后对电视就切成两个萤幕 然后这边是陈妍熙的一张照片 静态照片 这张这张就是他慢慢慢慢怎么样从一 完全不像的人 不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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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就变成几乎跟他一样 我看到就觉得啊不得了 原来陈妍熙也可以是画出来的 17 向朋友表白个人的感觉会困扰 所以就是基本上呢有的人会不跟朋友表白感觉 这就跟前面略有重复 所以这是他们调查出来 然后归纳的结果 很少很少有人一次把友谊的规则讲得那么清楚 当然不是说每个人都符合每一项 而是说这些是在西方人觉得交换很重要的东西 那友谊的规则跟友谊破裂 那你可以看到这些因素呢 有些人认为是很重要的 你看看比例有些人认为不重要 所以这个接下来有一张表 你自己去看一下 这是跟上面刚刚的17项做的不同的项目所做的一些比例 那友谊的特质 这跟规则有点类似 这是另外一个研究有的 这是我最近看到的 他就说感觉对他人有义务 你觉得他是你朋友 你就对他有义务 譬如说他今天没来上课 对不对 那我的课不点名 那你要帮他什么呢 帮他拿讲义啊 因为考试的时候要检查讲义啊 对不对 这朋友的知道嘛 这也没啥 老师也没说不能拿讲义嘛 我的课你只要来了就拿讲义 你旁听的你也拿嘛 对不对 你缺纸张你也拿嘛 对不对 这有什么关系 印了就要拿回去 我跟你讲我以前啊 每次到学期末啊 那讲义都从这个桌面堆到那么高 我都印班上的份量啊 甚至还减量啊 到最后一个月呢 七十个人我就印五十份哦 都没有人拿 那浪费纸张嘛 讲义股很认真在印啊 那你不知道台大吸收了多少 教育部的经费 就是让你有这个印讲义的机会啊 私立学校一个学义十五页 我光印那个课程大纲就没了 那你台大有那么多的那个好处 既然就这样浪费掉 我看得非常痛心 我将来要是印针那两个工作 一定有反对我的就是 庶神一定会反对我 投我反对票 因为他浪费太多纸张了这人 这是我啊 所以后来才发明了这个 学期末考要检查讲义这件事情 我希望我印了你就要看 对你有帮助 不要到时候拿回去或不拿 这个都是不好的事情 那我干脆不要印 对不对 你们很多人习惯老师 把你弄好好的一本讲义读本 这都是错误的学习方式 好吧 那这个感觉对他人有义务 第二个 有人给予情绪支持 第三个陪伴 这跟前面其实都差不多的 第四个竞争就比较没有这样讲 那这个部分是很特别的 第五呢 那手密跟信赖 信赖是非常重要 因为你相信你的朋友不会出卖你 所以一旦呢 你觉得你的朋友出卖你 这个友谊大概就一辈子 不可能再恢复了 一辈子不可能再恢复了 除非误会兵士 不然的话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还有呢 包括帮助自我反省 你的朋友会把你讲说 你会不会觉得这件事情你有不对啊 你的朋友讲话 你就比较容易听 有的时候同样的话 看谁讲 有些人讲你就是不愿意听 那有些人讲就是好听 很奇怪 像我们老师教书讲了很多道理 一定在这一生很多人都跟你讲过 但是呢 有时候你相信老师 你就觉得老师讲的比较有道理 你假如对你爸妈比较有那个距离 你就会觉得爸妈讲的都是屁话 同样的话 真的啊 还有你的年龄不同 你感受也不一样 年轻的时候呢 会觉得老师讲的或长辈讲的 都是一堆哎呀无聊的那种话 等你年纪大 你发现人生的真理 也不过就是这几件事情 我现在就慢慢体会到 原来就这么几件事情 没什么太多新的道理 难怪有人会说太阳底下 没什么新鲜事 我以前年轻的时候说 那是因为你见识少 觉得这是老人家 那现在慢慢变成老人家了 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 等你到我这年纪 你也可以好好反省一下 好接下来呢 帮助自我感情 情绪保护 好 大家是朋友的话 你就要在情绪上彼此支持 那因为我这个有时候翻译翻译的比较硬了 那我们翻译的松一点可以是那样 第八个交换想法跟看法 好朋友之间就是 你可能对外面的人 你可能不愿意讲 不讲的怕惹起麻烦 但好朋友之间你就可以讲 譬如说啦 你对于这个反对媒体霸权这件事情 你可能参加活动 你可能不参加活动 你大概多少少会一些看法 那这看法呢 有人会到BBS上面去PTT上去这个发表意见 然后跟人家比赛 或者这个打嘴炮 你们是不是叫做 那有人就不会啊 他有意见他不愿意讲啊 不愿意惹这个麻烦啊 像这个那好朋友之间就会讲 就会讲 那或者好朋友之间就会问 像我基本上对政治的问题 是非常非常没兴趣的人 有时候我的好朋友会问我的看法 我基本上没什么特别的看法 我没什么特别的看法 因为你讲假对的时候 我可以发现一夜有道理 这是我的很大困难 可是呢有些人就说 老师你的朋友里面 有谁这些什么党的这样 我说我朋友里面 我学生里面什么党的人都有啊 我就是挡不住啊 有人说老师你看起来像 不像是泛蓝的 我说那我也不是泛绿的啊 我就是泛桶啊 你看不出来吗 那么大的窑 对不对 看就应该看得出来嘛 泛桶一个人 我还泛谁呢 我哎呀我泛小人啊我 我1997年 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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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年那年是我犯太岁 我一直不知道太岁是什么东西 就到了香港去 那时候大雨山的那个大佛正在修 还没完全修好 我就到那附近找了一个庙 看了一下 就发现我的太岁 哪一年的什么蜀什么的 然后太岁长那样 天哪我犯了你了我是 我就给他这样子拜了一下 就回来了 我原来犯太岁 不然你不知道你犯太岁 太岁长什么样啊 那不是很可怕吗 你不小心犯了一个什么人呢 干什么呢 对不对 那你至少知道你犯了谁啊 那跟他说对不起啊 我犯了你 我也不知道我哪里犯了你 请多多包涵 大人不计小人过 你是神了我是人了 对不对 你就原谅我吧 将来我们俩一样的时候 你再跟我来拼美 我倒是文昌帝君还是月老候选人 还是都落选 月老落选人这也是个抬头啊 对不对 或者文昌帝君落选人 这也是个抬头啊 念不清楚的时候 候选人跟落选人听不太出来的 好接下来呢 经历到柏拉图的这个柏拉图式的爱情 柏拉图式爱情通常是没有性爱的 有些人其实应该说柏拉图式爱情 叫纯纯的爱 其实柏拉图式爱情 也可能是同性恋的爱 OK 那同性恋爱不表示没有性行为啊 所以每次有人讲到柏拉图式的爱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说 老师你对柏拉图式的爱有什么看法 Platonic love 我说这是一件很暧昧的说法 我不知道什么 具体来说我不知道什么意思 后来这个日本的AV女优泛导爱了 写了一本书叫柏拉图式的性爱 这本书没出版多久 就有学生寄完整的电子档给我看 我不知道为什么 觉得老师该增加这方面知识吗 我就把它存档反正也不大 就是柏拉图式的性爱 那多了性那个字 因为只有柏拉图式的爱这样子 然后后来梵导爱死了 就有记者打电话给我 你在网络上可以查到我对梵导爱死的看法这样 我是这样讲的啦 我说梵导爱死了我觉得很难过这样 我觉得好像所有的男人都捅了一刀这样 我就讲了这句话 我觉得我讲得非常好 好 后来发现好像不是他杀也不是自杀 好像是疾病发作然后过世的这样 你们女同学大家不知道梵导爱在男人成长历程里面的重要的地位 现在听说改名了 不是 江山带有人出 现在是另外的人 我有一年呢 不知道上课被学生欺负到什么地步啊 学生就说老师你不知道人家问问题 他就说老师你对 这我们讲过苹果牛奶还是什么东西的看法 是不是有讲过 没有 好 就是类似这样 我以为是一种饮料 好 那我可是呢 我看那个讲话的同学跟他旁边的男同学 男同学啊 笑成那么尖的样子 我就知道这里面有诈 我就知道这里面有诈 当老师当酒了你知道吗 你光从笑声你就知道那有问题 我就没回答 然后下课我就 趕快跑回研究室去讲 树立开啊 AV女優的名字 就是类似苹果牛奶还是什么之类 我现在有草莓牛奶 对对对对 草莓牛奶 这怎么会是一个AV女優的名字呢 好 那有这个烙印在深 我后来就去有一个地方去演讲 也叫她问我三个问题 结果有一个高中女生就举手问我 你对于那个 你对于抹茶奶绿的看法 我想说高中女生也来这一套嘛 这太可怕了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不敢回答 然后这女生有点不满意这样 我说你们都不满18岁 我不太适合给你们讨论 公开讨论我对这种事情的看法 她就很困惑地看着我 然后我后来演讲完了 然后女生还是很困惑 我就说同学 请问一下抹茶奶绿是什么东西 然后她说老师就这个饮料啊 然后我就跟她解释 为什么我会有这种困惑 她才觉得大学教授的心思都不太正常 抹茶奶绿跟草莓牛奶 不能取一个正常人的名字嘛 真是 同学我跟你讲 我在教学历程里面 被骗的次数非常的多这样 每一个都惊心动魄这样 都惊心动魄 同学不要再做这种事情 老师年纪越来越大 懂吗 不要再这样吓老师 老师很容易被吓到 好了 接下来呢 是觉得受到尊重 这很重要 朋友之间还不被尊重 那搞什么呢 第十一 觉得某人会挺你 支持你 做什么我都会支持你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面总共有三十四项 觉得被了解 觉得被接受 觉得亲密 觉得正向的 正向的像打错了 正向的自我价值感 在同一层次互动 就平等了 朋友之间还不平等 你把别人当小师来耍吗 或当执事 或者女仆来耍吗 这怎么行呢 然后学到其他性别的事情 然后呢 学到自己的性吸引力 有时候你会觉得 我这个人长这样 哪有什么吸引力 你不知道 你这样有吸引力 你的胡子哦 这样的话 我的胡子对小朋友 有点吸引力 小朋友每次看到 那很小的朋友抱着那种 还不会讲话那种 每次那小朋友都会 想要摸又不敢摸 因为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还不含危险性 那有些爸妈就说 来你去摸 你去摸他的胡子 有经过我同意吗 真是 嘿嘿 我是什么 我是路上 就专门让人家摸的嘛 你好歹投币个十块钱嘛 对不对 限时三分钟 什么之类的 那竟然就要叫人家摸 那有个小孩很怕摸 不知道为什么 这还对毛茸茸的动物的一些 那猫也是一样 有个小孩很大胆 就会去摸 那有些猫很怕小朋友 最近知道一种猫叫做Dwarf Dwarf跟Elf E-L-F 整个平板 叫Dwarf跟Elf 合起来叫D-W-E-L-F Dwarf 那种猫是短腿猫 没有毛 看起来很恶心 世界上最丑的猫之一 短腿 然后那种猫是有狗的个性 非常喜欢人家摸肚子 然后那种猫呢 他们后来发展到儿童癌症病房 去当猫医生 因为它个性非常好 不会乱抓 然后那种猫呢 因为儿童癌症病房的儿童 会掉头发嘛 做化疗 那种猫因为眉毛 眼睛很大 然后耳楼是翻的 像那个Elf 像那个精灵有没有 所以它长相有很多 让小朋友可以联想好的一面 我那天在做气功的时候 看那个 我们这排气功 可以一边看电视 一边做气功 不知道到时候 练出什么东西来不知道 练成电气功这样 全部跟电视有关 所以我每次练的时候 就在那边看那个 动物星球频道 或什么的这样 就讲到这种猫 这种猫的那个医疗功能 蛮大 给人家心灵的抚慰 特别是小朋友 它有照他们 到儿童癌症病房 那小朋友都爱得要死 那猫呢 就像狗一样 让它摸 那猫都不会生气 以前我养过一只猫 不是这种猫 但是个性一模一样 那猫呢 就觉得自己大概是狗 一般猫看到小朋友 就吓到不行 因为小朋友 不知道分寸 不知道轻重 我们家以前那只猫 就像跟小朋友 随便它玩 抓着 它就当它那个 不幸短命死矣 好可爱的一只猫 非常可爱的一只猫 所以猫的个性 跟狗一样 跟人一样 每一个都不一样 你看外行人看 它们都长得差不多 你的内行人讲 我以前养过五只猫 每一只猫个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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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摸起来也感觉不一样 我们以前 到现在也这样 都睡在一块 你摸就知道哪一只是狗 哪一只是猫 哪一只是猫 哪一只是哪一只猫 很不一样 我相信猫也知道 哪一个是爸爸 哪一个是妈妈 打呼声差不多 最近我们在彼此录对方的打呼声 就我没录到我太太的 我太太录到我的 然后有一天我发现她打呼 我就很高兴要去录 就发现是我们家狗的 所以打呼声哺乳类 大概都是一样 这是我的结论 好 接下来呢 学到自己的信息 你最后还有沟通 错误沟通的机会 所以沟通通常都会有错误沟通 好朋友之间 错误沟通会非常的少 那不熟的人之间 那种错误的讯息沟通 就会很多 那语言的层次很复杂 这个我们大概沟通那张 稍微再来提一下 然后呢 有这个身体被保护 尤其异性的友谊 特别适用 各位女同学 从图书馆念完书了 要回到宿舍 你一个人走当然也可以 如果有个男同学在你身边走 有时候你会觉得 特别是你认识的男同学 或者你的男性的朋友 在旁边走 你会觉得比较安全 校园就这样 校园的灯很暗的啦 为什么 电费啊 以前呢 校警还跟我说过 以前那个 我们那时代 在那个 耶稜道旁边 不都是杜鹃花虫吗 现在杜鹃花虫已经 小鸟进来了 太厉害 以前佛陀讲经鸟会进来 现在我上课鸟会进来 真的是不得了 以前我上海狗都进来听课 你看这到什么境界了这样 他是不是饿了 他是 好 回到回到哪里啊 杜鹃花虫 杜鹃花虫 对对对 那杜鹃花虫是人家很多人 谈恋爱的地方 甚至是 黑羞黑羞的地方啊 以前杜鹃花虫很密啊 你只能看到两条 两条腿都在外面 两条脚都在外面 两条脚底都在外面 OK 就这么走了 再见 好 那个 所以呢 那地方路灯很亮啊 情侣呢 就拿 就拿石头把那灯打坏 所以那时候台大 就花很多钱修灯 后来就干脆不修啦 就那么暗 然后还有呢 第二个做法 就把杜鹃花虫变得没那么密 以前你看不到草地的 那杜鹃花虫 你看不到草地 现在你都看到草地 看不到太多杜鹃花嘛 对不对 所以以前要拼字很难拼嘛 以前拼字很容易的 不过我们那时代 没有人拼字 你现在不知道 杜鹃花节的时候 就刚刚拼的 I love you啦 或什么 谁谁爱谁谁谁啦 对不对 最好找那笔画少的人 你还拼得出来 笔画太多拼不太出来 到时候他不知道你爱谁 好啦 那这个是身体被保护 所以呢灯光就 有这种暗 是因为有人把它打坏 所以就变得没那么亮 那现在都没那么亮 又为了省电 所以其实不太安全 但是呢 你以台大这种开放式的这种校园 能维持到今天这种案子那么少 这真的是人民道德高尚 日本也是被认为是很安全的国家 就是晚上在路上走 基本上你不会有恐惧感 世界上其他国家 很多国家你没有这种感觉 像纽约到晚上 白天你别看那么热 到晚上没有多少人敢在外面走路的 安全的问题 那种安全感的问题 你的感觉 你觉得外面走不太安全 而且呢他们不像台湾有夜市 他们就是一些艺文活动 或酒吧这样的东西 那都是某些区 那你那个区以外都是住宅区 大家都很守规矩 很少人那个 所以人很少 我们都是人声鼎沸 尤其在师大夜市 这是为什么会出现当初 师大夜市那股 那股炒来炒去的 那真的是不好住 很炒 我以前看过房子 在那个师大夜市的楼上 仲介就说 你买这房子租出去很方便啊 师大很多学生要租啊 就不要住在这里就好了 我说为什么不要住在这里 他说这炒啊 那为什么要租给别人呢 这不是炒吗奇怪 就炒到别人 不要炒到自己就好了吗 这什么心态 我就生气了就不买 一方面也没钱 很贵的 在那夜市楼上 一个铁板烧店 我记得那时候 有时候经过 看到这是原来人家介绍我要买的房子 仲介真的会说话 可是呢 就碰到我们这种人 就觉得要好 应该对大家都好 怎么就对我好 对别人不好 这房子 我们这种人不行啊 好 第20 身体被保护 21 在一起这时间很快乐 跟朋友在一起 大家快乐 开玩笑跟朋友在一起 像跟仇人在一起一样 那何必呢 对不对 就像你们来上课 这上课要很快的才对啊 如果上课是很大的折磨 你不来 我绝对原谅你 我就不愿意来啊 就像你们来了 我就很高兴 万一你们来了 我也觉得是个折磨 我干脆以后就当台大特聘老师 只录影的 不上课的 你知道有音乐家 只录影不公开演出的 因为他公开演出他stage fright 他很害怕 然后又追求完美 你那个一弹错一个音 他觉得压力很大 他就干脆 反正录影可以修 他就干脆那样 我们当老师有的也是啊 我要不是已经经过想过太久了 我就觉得不完美就是人 我就来了 Brandon Powell 我第一次听也是很多课 我现在有讲义还好 Brandon Powell 有些话我讲了 讲了头没有尾的 很恐怖的 跟七月的一样 有头没有尾的 非常恐怖的 好 22 浪漫或长期关系的可能性 有的人交朋友是看将来 能不能有怎么样 就很愿意交朋友 将来事情真的谁也说不定 23 发生性关系的可能性 这个通常男生会比较有这样的想法 不是说一定会有 有些男生跟你交朋友 他就是交朋友 他不会想到那个 但是有些人 特别是美国人 美国人会想到这个 因为美国人 现在大部分人都觉得 性好像不是什么太严重的事情 除非是美国有宗教信仰的人 那就比较不一样 在都会里面地区的人 现在大概受很多影响 觉得那就是男怀女爱嘛 这有什么关系呢 就是一场生理上的一个行为嘛 有人会这样解释 台湾慢慢也有了 也有人这样想 感到羡慕或妒忌的可能 或者感到被照顾的可能 或者可能摄入正在进行的浪漫关系 你跟别人当朋友当太好了 这有时候也会产生的 像什么 失恋33天 会有类似其他故事都这样 一个人失恋 找了一个朋友 不管原来是好朋友 或不好朋友 你慢慢越讲 越讲越讲 然后他给你反应 然后慢慢就觉得这个人好像 不管你喜不喜欢 他都是一个在听的人 他给你不同的意见 也能让你反省 虽然当时你好像很生气 我基本上不太喜欢那电影 我自己想出太多理由来 我觉得太吵 那女生太吵 我没有很喜欢那电影 我看很多爱情片 其实还蛮喜欢的 就那部电影没有太喜欢 不知道为什么 还是那女主角的样子 我不喜欢 还有那男主角 我怎么都认为她是个gay 大概就是我抗拒心很强 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太不像 太不像是一个异性恋电影 我刚开始一直以为 快想不会啊 中国大会不会拍这种电影啊 我一直以为是一个男同志 对于一个失恋的异性的 女同志的这种故事 我觉得这故事非常好 这故事可以讲 就人要友谊的关系 不要只有两性关系 人的关系应该很多样 以前珍妮佛安尼斯顿 跟那个另外一个人 也拍过一个类似这样的电影 中文翻成一个四个字的 什么东西很怪的一个艺名 他也是他爱上 他好像也失恋 然后他有一个同志的朋友 男同志 然后他就依赖他很多 那这男同志也帮他很多 最后他就忽然间妄想 这个男同志能够爱上他 就是男同志说 对不起我没办法 后来这个角色也发现 没办法 但是是个友谊的关系 虽然他没办法爱他 但是他至少还是他好朋友 所以两个人就维持这样的关系 我一直觉得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正面的故事 为什么男同志只能跟男同志来往呢 我们都可以跟男同志来往 男同志也可以跟我们来往 根据他不同性向 他不一定会对你有性的欲望 就像我们异性恋一样啊 我们难道异性恋 看到异性就马上觉得 不会嘛 那就同理嘛 对不对 不管同志一性恋性的问题 那个在适当场合可能才会出来 但一般场合 但是不太会出来这个问题的 我觉得有时候美国电影啊 就把这种事情已经夸大到一个地步 或者你已经有预期了 一个那么漂亮的男主角 一个那么漂亮的女主角在一起 他们不发生那件事情是怎样 价钱谈不拢 所以今天不演这个戏 接下来啊 要练习跟异性沟通 当朋友也是这样啊 你有时候男女朋友你会很紧张 如果是你社团认识的 或者上课认识的同学讲话 你就相对人不会那么紧张 像你们的课里面 跟另外的课也是一样 都要去认识同学 那天我另外一门课有个学生说 老师我想要一下全班的名单 到底有多少人 我说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会给你 为什么 我说我也不想让你知道 你已经满足到 我说那你到底访问多少人 他已经访问了那天 95人 然后在下课之前 他访问到99人 我说他访问到一天 100人的时候 你该快送他一个礼物 不然觉得老师有点无聊 就让你们去讲话嘛 跟班上同学讲话 跟女生讲话 或跟男生讲话 这是怎样 这是什么伟大的事情吗 就完全不伟大 没什么好害羞的 就讲话嘛 对不对 那你能踏出这一步 你家就不必问我 怎么样跟别人讲话嘛 懂吗 这个作业里面欲有深意的 虽然你们的作业交过来 基本上是颇为无聊啊 有人还画一个表 有人还说我所回答的 是别的问题 都是这三个答案 老师你可以查一下 他是不是这样写的 以前呢 我还去查呢 然后呢 我访问别人也是三个答案 然后各个人 人家的回答是什么 很多人不同的做法 所以我不告诉你们 要怎么做 所以我希望能看出来 你们的特别的地方 你们作业特别的地方 不特别那就算了 好归属感 然后呢性的紧张 特别是男性友谊 比如一个男生对你很好 然后那个又不小心有一天晚上 让大家吃了喝了这个一点小酒 然后又吃了这个什么火锅 然后他又送你回到宿舍 然后到时候你又不小心要摔倒 他又抱住你 然后这这这这这 对不对 电影都会镜头就变慢 音乐就会起来 你就会怀疑 我们两个中间是不是有个什么东西 是啊 有你们两个的衣服 这就是你们两个中间东西 哎 好 共同的活动 这边多了一个夸好的那个 好按错 共同的兴趣 还有表达跟行为都很自然 然后呢努力维持友谊 还有别人的看法会影响到友谊 这是友谊的特质 这个都没有好好整理了 那这些都是从访问的对象里面 有些人就问你说 你觉得友谊哪些特质 然后加以 有的是表列法让你选 有些是这种问卷 开放式问题 让你回答 整理出来 那选择朋友跟情人有不同的偏好 第一个有几种不同的关系 他先把它列定 第一个叫做偶依为之的性伴侣 就是像夜情这样 第二呢是约会伴侣比较固定 时间上跟人都是固定 然后配偶同性朋友 异性朋友 那他发现呢 这个友情跟爱情的共同点 都是温暖 尤其在冬天很需要 好心 kindness 善于表达 你平常跟人家不讲的 跟他会讲 开放 幽默感 这是朋友跟那个都会有 相语点呢 请看一下 这是139页 对浪漫或性伴侣 比起对其他友人的偏好 是你的男女朋友 简单来讲 身体上的吸引会比较强烈 交朋友很少人看身体上的吸引 社会地位特质 倾向 这倾向有的时候是 就是他的性倾向 有的时候不只是性倾向 还有人格特质 比如说温暖 表达幽默聪明的 刚刚都出现过 那对异性朋友 比起对同性朋友的偏好 你的异性朋友呢 你希望他身体吸引力 社会地位人格特质 这个特别是在这个毕业以后 社会地位有的时候 是很重要的因素 为什么像那个李中瑞的事情 李中瑞呢 大家都知道他是富二代 如果他只是一个 boss boy 或是一个很低 他是快递的先生 如果他到处跟人家讲 我就是那送快递的 你看多少人会跟他发生关系 这就是社会地位的影响 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富二代 所以有些人就会做着一个梦 希望家人跟他怎么样 然后变成富二代的这个配偶 如果说我是环保队员 你看看有多少人跟你在一起 跟他在一起 我们有同一个例子 就是环保队员或者 我不是环保队员不是那个 我相对于所谓的富二代 一般社会的印象 你知道吗 所以有些人就会装啊 说我是富二代 那现在富二代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在不同团体是不太一样 好所以呢 一般来说男性的偏好 跟他认为特殊关系形式 跟有人的数目有关 女性的偏好跟自己 跟对别人可遇性的看法有关 这个仔细看一下 应该可以看得懂 好那接下来另外一个问题 就曾经是情人的人 可不可能变成朋友 或变成朋友会是怎么样 或者不是情人的人 柏拉图式的异性的朋友 那他们有的叫做 same sex friend 跟cross sex friend same sex friend 就是说跟你同性 同样生理性别的朋友 那cross sex friend 就是不是跟你同性别 异性的朋友 那现在有些话 就讲得越来越来 我们中文早就有这样的话 那发现了分手以后 双方后来还是朋友的比例 在13%到66% 不就这也差太远吗 这是因为不同的研究的结果 那看这当然要涉及到 什么时候分手 那个分手的年龄跟分手多久 这个都是可以再继续讨论的 另外他发现 同性恋中男同志20% 女同学45% 跟分手的情人 还是朋友 好 然后过去的研究发现呢 分手是否还可以当朋友 有跟几个因素有关 第一个恋爱之前 是否是朋友 是不是朋友谈了恋爱 然后分手 然后跟这个可不可能是朋友 是有关系的 第二个是分手的状况 如果是由男性提出 或双方同意分手 有比较大的可能性 可以当朋友 那如果呢 是 对 然后另一方面 有人认为 有的研究结果发现 男女朋友都可以决定 是否是要当朋友 这跟分手 由谁提出来 没有关系的 第三是分手时候的沟通 这个他们也讲得很清楚 我的那个看法是这样 分手的时候如果没有欺骗 要当朋友的可能性比较高 分手的时候如果是用欺骗 而且后来被发现 那要当朋友的可能性 几乎等于零 这是从很多同学的经验 来发现这样 可是以前呢 我们那个时代 就跟这个分手 就跟你成不成事 没任何关系 那时候分手 很多人就不讲话 就是不解释的 就分手了不要再联络就是了 让事实证明一切 所以没讲什么 然后呢 我们那时代人就不见面了 不来往了 既然不讲 是一切都不要了 那大家都了解 所以有点类似江湖规矩 懂吗 那将来你过你的独木桥 我过我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阳关道 你过你的独木桥 我们以前就是类似这样的 大家以后就不相干了 见面也装作不认识 我一直以为台湾很小 这么多年生活下来 才发现台湾很大 我过去的X不管在哪里 我都没碰过面 连路上看起来很像人都不是 那就这样多少年过去了 我觉得全世界最小的地方在纽约 尤其在夏天 为什么会这样讲 我以前在纽约待的时候 有的人一辈子碰不到 同学毕业也没碰到 在夏天的纽约市 很多人来观光旅游 我们去带别人观光旅游 就碰到 世界真小 在台湾碰不到人 在纽约市可以碰到 特别是纽约市的中国城 那到了晚 礼拜六礼拜天要吃饭的时候 一堆人在那 碰不到人在那全部碰到 我在那边待了六年 大概在暑假最容易碰到 一辈子碰不到人 就是这样 我连我的X都没碰到我 很奇妙 所以有些同学会说 我跟他分手以后 我埋在同一个学校怎么办 就很担心这样还会再碰到 我说同学 你可能这样要担心 是你碰不到啊 不是你碰得到啊 人生非常非常诡诀啊 有的人班队分手 那很痛苦啊 对不对 因为还要再见面这样 那你的顶多就痛苦 那一年两年 有人就不去学校了 有的老师也可以理解 你跟老师说明一下 有些老师会理解的 那毕业以后 同学会只要没人出现就好了啊 同学会 这几年才会搞得那么大嘛 以前同学会也没那么大嘛 而且同学会通常都是那几个 表现杰出的人才会开同学会嘛 其他那种找不到工作 修无薪假的人 谁会去参加同学会 我自己参加同学会 我都知道啊 对不对 我台大教授啊 我参加同学会 我不参加人家会觉得我高傲啊 我参加的不是更高傲吗 因为大家同学会 第一件事情是说你现在在干嘛 我现在放无薪假 我们参加同学会的人 每个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 我现在在哪一个单位啊 长官了吧 哎呦哪里啊 就是科长嘛 哎呦就是局长嘛 这算什么呢 你看你大教授了 我现在变大教授 我有那么大吗 我只是胖一点 OK 哪有大 好另外一个笑话 要讲出来给大家 今天大家讲不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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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